第一章 解羊 李嘉诚先生说过 当你放下面子去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熟了 不错 我已经成熟了 因为我今年十八了 大爷 能借我一块硬币吗 你这小伙怎么这样 年纪轻轻的 有手有脚 不好好找他试作 怎么做乞丐 大爷一脸气愤地看着我 一副亲笨家人 奈何作丐的口吻 我没有说话 而是对他笑笑 要是以前的我 早已羞红了脸 低下了头 远远地躲开 可如今的我 已经习惯了他们的 冷眼和嘲笑 这位同学 可以给我一块硬币吗 我转身像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少年 开口 那人扶了扶眼镜 冷漠地摇了摇头 我对他微笑地说谢谢 转而想下一位等公交的乘客乞讨 作为美女给我一块钱呗 我对他笑出了笑容 坐公交车没零钱是吧 美女掏出了钱包 掏出了一张一块的纸币 递给我说道 给 我没有去接 美女微微皱眉 我问道 有硬币吗 嗯 美女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她说道 公交车上 纸币也可以投的 有硬币吗 我只要硬币 如果没有 那就算了 谢谢你啊 玩玩 我继续保持着笑容说道 没有一块的硬币 倒是有两个五毛的 要吗 美女还挺执着的 要是换了其他人 估计早骂我是神经病了 要的要的 谢谢你啊美女 我接过双手 对着她笑道 不仅人长得美 心里更美 美女一听 脸都红了 但是看心里 是很高兴的 她红着小脸笑道 我的车来了 再见 谢谢你 再见 我朝着她背影招手 这个女孩 倒是有几分 想杨金亦 杨金亦是我们 以前村长的女儿 她也是我同班同学 跟我挺好的 不过后来 我爷爷离开了村 我们也没有了联系 这一晃 这一晃就是五年 只是到现在 我也没能忘掉 这个名字 我看着手里的两枚 五毛的铜色硬币 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我之所以祈祷 是为了活命 我倒不是要拿自己的钱 去买吃的 而是要 一眼养 因为我的身体出了点状况 每晚睡觉 都要用一百零八枚硬币 铺在床板上 三十六枚 摆成天康阵 七十二枚 摆成地上阵 抽取硬币中的阳气 要镇压我体内的节气 以此保命 按照老人的说法 用五地钱的效果最好 因为五地钱地 蕴含的阳气最多 可是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哪来那么多五地钱 而且每一枚 都是价值连城 我哪睡得起 所以老人们 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用现在的硬币 代替五地钱 请换就行了 一天一次 因为现在的硬币 效果没那么好 如果是五地钱的话 估计一年都不用换 五地钱 传说是清朝经历了五地 五位皇帝 统治时机的铜钱 因为铜钱 在百姓的手中有痛 每经过一个人的手 就会沾染这个人身上的阳气 所以经过越多人的手 铜钱上所蕴含的阳气 就越多 找不到五地钱 只能按照五地钱的行 成办法 经历越多人的手 和现代硬币 同样蕴含着阳气 只是因为时间不长 没有五地钱 蕴含的阳气多 所以必须勤换 随过一晚的一百零八门银币 银币上的阳气 基本被我抽光了 我会将这些银币收紧起来 有时候会捐给红死制协会 有时候会捐到 盗盛工的灯油 钱香了 我只借走钱上的阳气 我一般是不会去花这些钱的 但是如此强大的需求 每一天都必须有一百零八枚银币来电风 使我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 凑齐这些硬币 如果由于晚上没有垫硬币税 或是垫的硬币不够 第二天醒来 我整个人就没有精神 而且浑身冰热 如死人一般 一动也不想动 如非为了保命 谁会拉下脸去乞讨 只手融入到现在这个地步 还得从五年前的那件事说起 五年前 初一暑假 我和爷爷刚吃完中午饭 同村的吴立山 就惊慌失措地冲进门 脸色成菜色地说道 秀才说 出大事了 你赶紧去帮忙看看 吴立山 啥事如此慌张 你慢慢说 爷爷见起满脸都是汗痘的大猪 心里肯定知道是急事 你还是跟我去看看吧 这说不清楚 还是您亲自去看一下吧 吴立山也不说是什么事 硬拉着爷爷就往门外去 我也跟着出去 爷爷都这么大年纪了 他还这样拉着 我在后面跟着爷爷 由于太匆忙 我连家里的大门都没关 到了吴立山的家门口 爷爷顿时皱眉吓了一跳 因为吴立山的家本是土胚房 他爹留下来的房 因为破旧不堪 想改造旧房 因为他家在一个小山坡上 他想先把院前的小山包给挖了 积为平地 没想到挖到了东西 然后工人出世了 说到底怎么回事 爷爷等到双爷 长在小土包上 此刻的小土包有一个坑 坑口正往外冒着热气 那热气无比的烫 不仅烫 还有很大的风 好像电风吹吹出的风一般 爷爷皱眉看着那呜呜的鬼叫的洞口 让所有人离洞口远点 别让那热风吹到了 叔啊 我家不就是长改造旧房吗 然后就请工人挖地址 想把这小山包给挖了 工人挖到一半 挖出了这块石碑 吴立山指着旁边一块 纹满黑土的石碑 说道 那石碑上有字 还是繁体字 爷爷走了过去 蹲下一看 石碑上写着 此地不祥 挖到此碑 请埋回去 切勿继续挖解 碑下危险 如若不听 后果自负 爷爷惊讶地看着这些字 然后转头看着吴立山说道 立山 你不识字 为何见此碑 还玩下挖 叔 刚挖的时候 还为是墓碑 所以大家都听说了 其中的工头说 下面可能是古墓 这石碑的警告 就有点 此地无疑三百两的味道 他说下面肯定有宝贝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听我劝 继续往下挖 然后继续挖了大概三米 突然轰动一声 那些热气就喷出来了 那些工人 站着忙脸被喷了 总得跟猪头似的 现在还在家躺着呢 吴立山一般解释道 活该 爷爷呸了一口 骂了句活该 他继续骂道 人家都留被提醒了 你们还继续挖 这不是早死吗 叔啊 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你看看 这是咋子 那工头 挖成是毁容了 千万别闹出人命 吴立山都快提哭了 虽然是工头自己 要继续挖的 但是终究是他 吴立山请来挖鸡的 这要是处了人命 他脱不了干系 爷爷往那洞口 瞥了一眼 然后稍微闻了闻 立马捂住口皮 用另一只手捂住我 他对着立山说道 你们几个人赶紧抬这块石碑 压住那洞口 哦 吴立山和他几个工人 赶紧抬这那块石碑 平放着压着洞口 那风便从石头缝中吹了出来 呜呜 更加尖锐了 我赶紧捂住了耳朵 你们几个在这里看着 千万别让人去动 立山你带我去工头家看看 爷爷拉着我对吴立山说道 好 我们跟着吴立山 往吴赖的家里去 吴赖本名吴来 大家就叫他外号 他本是本村有名的女婿家 城里建房 猪圈 厕所之类都是他建的 已经吴类家人 呕的一声 呕吐的一声音 吴赖的婆娘赶紧拿着脸盆去捡 还帮着拍吴赖的后背 房间里弥漫其嘔吐后的酸臭味 我没赶紧在门口捏着鼻 看着我爷爷走了进去 第二章挖地鸡挖出石碑 演播有声的夏天 秀才说您来了 一见到我爷爷进去 一见到我爷爷进去 吴赖和他婆娘都发出喊人声 我爷爷没有说话 而是定睛看着盆里的呕吐屋 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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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就把丽山哥挖地去就变倒了 吴赖面如菜色 心白不定 估计都快脱虚了 赖媳妇去城里那口老井 给赖挑一袋井水 赖给赖泡泡澡 我爷爷没有回答他们 而是直接叫他们去挑井水 叔 要给赖泡澡 我放水就行了 家里都是自来水 还有是水器 哪里还需要去挑井水 赖的婆娘随口说道 我爷爷一听 不乐意地皱了皱眉 赖见状 猛然对他婆娘 披头盖脸的骂道 你他妈的 叔让你去你就去 废什么话 小心老子抽你 赖婆娘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白了无赖一眼 碎碎的念叨 有那个能耐 你站起来 我让你抽 站都站不起来 你还有啥能耐 你 无赖还真的想爬起来 奈何身上一点密集都没有 上涂下陷 整个人都差点脱虚了 他婆娘嘴上是这么说 但是还是照着我爷爷的医院 出去挑了桶水 往村里的老井走了过去 嘴硬归嘴硬 这自家男人 要真好起来 那估计还真敢抽他 叔啊 我这是咋了 那地方是啥东西 无赖愤愤地收回眼神 无辜地看着我爷爷 你活该 我爷爷骂了一句 那悲伤让你别挖 你财迷心呛 现在报应来了吧 叔 我知道错了 你快救救我吧 我都快难受死了 你看看我还烫着呢 都快稍迷糊了 无赖彻底怕了 求着我爷爷救他 我这不是让你媳妇去调桶水了吗 我爷爷摇了摇头说道 你这是中了火箭 地火的火箭 火箭在体内肆虐 会排除你身上的污秽植物 你吐的就是 叔啊 那照你说不就是好事吗 怎么还屈无会之物 把我弄成这样 无赖不解地说道 凡事得有个度 讲究阴阳协调 你这是过活了 爷爷叹了口气说道 地火为阳 驱除你身上的阴气 如果阴气太重 冬天的时候 手脚冰冷 就是主要的体现 这地火就跟把罐刮杀的那个罐火 是一个性质 只不过比那个火强了十倍不止 所以你体内这个火太强 你的身体承受不住 阳太胜 阴衰 阴阳不协调 不仅驱除了你身上的污秽植物 甚至连你自身上正常的水分和营养成分也驱除了大半 才导致你现在上吐下陷 不成人样 我的天哪 怎么会这样 我不就捅了一下吗 说 那是啥玩意儿 这么邪乎 无赖恍然大悟 也有些后怕的问道 还有说 你说那老井的水 这能治好我不 我猜那玩意儿应该是个砖窑 古时候的砖窑 也可能是烧磁淘气用的 日积月累的烧磁 而且不打算用了 就连铜里面常年积累的地火之气一同疯了 这下可好 让你一下子捅破了 被地火之气冲了煞 爷爷摸着商阳壶解释道 怪不得丽山哥家墙的院 一年四届都那么暖和 冬天的时候 我还经常去大家打牌 感情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让你媳妇去挑了那些老井水 井水阴凉 你泡一泡就没事了 那砖窑的地火之气有限 只要放完了 那就没事了 爷爷自信的说道 记住 只能用井水泡走 不能加温水 知道的是 谢人说 无奈其修下身 送客 只能在床上道歉 爷爷出门 便带着我 朝武力三家走去 想看看 现在的状况如何 只是当现场一看 他整个人都傻眼了 无力三和那几名工人全部晕倒在地 然后狂吐不止 那症状跟无奈是一样的 而且那块压在洞口的石碑 此刻竟火红一片 有如红的烙铁一般 爷爷吓了一跳 那要是砖窑的话 里面的地火之气肯定有限 就去无奈家 这一来回就半个小时 按理说 这地火之气也该排干净了 可是 这眼前 这一幕 地火之气 不仅没有减弱的现象 反而将镇压的那块石碑 烧了通通 更是又将其喷得一晃一晃的 又将其喷飞上天的趋势 不对 爷爷猛然出声 娃儿 你赶紧回家 我墙 床底有个香 你赶紧给爷爷拿来 哦哦 我从没见过爷爷 如此慌张失措 在我印象当中 爷爷总是那么沉着 凡事都如此游刃有余 今天 简奇如此表现 我知道出了大事 我立马朝着家里 没奔而去 出来的时候太匆忙 家里根本就没有人坐门 到了家里之后 我一把推开门 冲了进去 到了爷爷的软床前 我一把蹲下 扫了一眼 床底果然有一个 不满灰尘的箱子 色色方方 外面是一个红色的赤字 标签 好像是以前 医生用的 泥药箱 我也没来得及戏看 爷爷那么火急火了的 肯定是出了大事 我背起箱 就朝着无力将家 奔跑而去 还真别说 这箱挺沉的 到了爷爷跟前 我一把将箱 递给爷爷 而后低头 抱手 抱着大腿 大口喘息 实在是太急了 只见爷爷接过了箱 将其放在地上 然后啪哒一声 打开了锁 掀开了盖 里面有一层白了的红布 褪色很严重 拉开红布 我彻底傻野了 里面的东西可真多 好多瓶瓶瓦瓦 我还看见一片黄符 黄符已经是画好了的 上面有红色的图号 还有一把清朝的铜箭 那里面四方孔 外面圆形的铜箭 我瞥了一眼 上面写了咸丰二字 然后左右还有符号 应该是满文 就这样清代铜箭 造成的铁铜箭 只见爷爷抓出一把锅 然后握着铜箭 他走到那个坑口 往着烧到通孔的石碑皱眉 我到的时候 发现吴立山和那些工人 已经不见了 想必是被抬走了 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愣愣地站在爷爷那里 不知道要干嘛 娃儿 你就喊你力神 啥意思见 叫他把鸡肋骨牵下来 你来还给我 快去 你要快 爷爷转头对我说道 好 我二话不说 杀该腿就跑往立山家的 只见立山叔和那些工人 正在大厅里躺着 上吐下谢 屋里一阵恶臭 我把爷爷交代 告诉了他们 立山婶二话不说 直接抓起了一只鸡 就杀了 放完血之后 连毛都没有拔 就开膛破路 深深地割下了鸡肋骨 我拿着还在低血的肋骨 朝着前院奔去 确认爷爷已经在那小山包周围放了一些锅 每隔一段距离就放一块石头 石头下压着一张灵符 我少了一眼 总共是八张 应该是八卦的八个方位 爷爷接过带血的鸡肋 在八张黄埔上 各插入一只鸡肋骨 然后用红线将那些鸡肋骨连了起来 果然是一个八卦 只见爷爷在八卦前蹲了下来 然后抬头望了望天空一眼 拿出七根肋骨在他的地上 又摆了个扶阵 七根鸡肋 七张符 黄符被鸡肋骨插在着地上 我在一旁惊讶地看着 爷爷这到底要干嘛 难道爷爷真的会这些 只见爷爷转头对我说道 吴儿 你后退一点 捂着耳朵 我立马捂住着耳朵 退后几步 但是我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爷爷 只见爷爷蹲了下去 嘴里振振有瓷 而后一同前进 就插向地上那个扶阵的踪迹 欢迎收听由有声的夏天演播的毛山道士 第三章 搜的一声起风了 我瞪大双眼 只见刚挖到的那个尘土竟飞了起来 更夸张的是 那八卦镇 中间相连的红线的外围 竟有一道淡淡的光芒 好像被那块烧得通红的石碑 传染了一样 这些红线也浑身红光 但是却没有要被烧断的迹象 而且中间那块石碑 也不再肆无忌惮的跳动 貌似 曾被浮阵给压了下来 我甚至能感到 那坑洞散出的气劲下去了很多 那昨日的热度也小了不少 这 爷爷瞪大双眼 看着眼前的小山包 自言自语道 竟然没有天破阴 可是这地活之事 明显被压了下来呀 肯定是力度不够啊 只见爷爷一咬牙 然后扑的一声一口血雾朝着地上 铜箭喷了出去 爷爷 我吓了一跳 哭着朝着爷爷奔了过去 从来没见过这阵势 我完全被吓坏了 王儿别过来 砰的一声巨响 犹如轰天炮一般般 我当时就被这强大的气烂 直接掀飞出去 滚落地上 地面上尘土飞扬 我的耳朵里嗡嗡长迷 只觉得有人压在我身上一般 在尘土散去之后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 才看到是爷爷用身体 护住了我 我惊讶地抱住我 喊道 王儿 你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的啊 拿血儿疼 爷爷 我没事 只是耳朵好疼 我用手捂着耳朵说道 爷爷拿开我的手 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般 松了一口气说道 没事 一会儿就好了 爷爷转头看向那爆炸后的八卦阵 那八卦阵已经炸开了 那石碑也被震飞到了一边 断了两节 而那个坑口依旧呜呜地喷吐着热气 虽然比刚才弱了不少 但已经能听到那呜呜声 村里的其他人也朝着这边奔了过来 刚才那一声爆破 确实动静太大 传遍了整个村庄 由于是山村 还能听到回声 所以乡亲们都赶了过来 一见我爷爷蹲着抱着我 他的嘴角还有血丝 而那个坑口还呜呜地冒着热气 村长杨树林赶紧扶起我爷爷问道 修才说这是咱了 全让 让所有人散开 不要靠近那个坑口 我爷爷急了 对了回光的众人喊道 一见我爷爷焦急的模样 村长杨树林才不敢大意 顿时对了众人吼道 快上开走远点 不要靠近那个坑口 危险 奇怪了 天破阴游如天雷 说明已经成功光处 为何坑口还一直喷着地活湿气 爷爷的眉头紧皱 额头上的皱纹已经成了疙瘩 一脸的煞白如此 他两眼内的血丝浮出 不敢相信 看着那个依旧冒着热气的坑口 村长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有人从远处奔来 边跑边大声地喊道 待那人进了 才认出是二狗 杨树林对着二狗喝道 二狗何是如此慌张 村长 刚才吴奈家媳妇正在村口 鼓紧边打紧水 突然一声巨响 他吓了一跳 一个没站稳 掉进井里了 二狗 上气不接下气 直到鼓紧的方向说道 快救人 爷爷一听 二话不说 朝着鼓紧的方向奔去 杨树林边喊 边追了上去 其他人也便跟着追了上去 数十号人 村里有载的人都赶了过来 全部围在了鼓紧边 爷爷的腰上 掀了手指出的绳 另一头 则是村台有几个年轻小伙拉着 爷爷一步跨过了几年 神则是慢慢的往下放 我的心都跳到了上自野 我和爷爷他们都不让我爷爷下去 但是爷爷说这事因他而起 无论是让赖婆娘来进边打水 还是那一声天破音都是他弄出来的 所以理应他下去 而且他还说别看他年纪大 他身躯无比硬朗 爷爷还练过武术 村里没人能打得过爷爷 爷爷这么一说 连村长杨树林都没话说了 只能点头答应 众人将爷爷慢慢的放入寝口 我则是在边儿上担心着 我想靠近寝口 可是他们不让 他们说别还没有救出婆娘 又丢进去一个 无名这到底是啥回事 神放了下去 在等待之余 村长问我 历史安叔家救房改新 然后找到了赖给他挖底界 然后好像挖到了什么砖窑 窑里直冒热气 赖叔他们被那热气 喷得上吐下下的 这不就去找我爷爷去给他们瞧便 我双眼直视的寝口 根本就没有心事算事 说这些话都是很机械的 有什么说什么 然后呢 村长杨树林继续问道 我爷爷让赖神来这儿打井水 说赖叔只要用了井水泡泡沼 那病就能好 之后爷爷带到我那个坑口 我爷爷就做法事 谁知突然碰的一声 好像哪里出了问题 谁能想到赖神就被那一声吓到了 竟然掉进了井里 我有些难过的说道 爷爷明明是在做好事 没想到竟出了这些意外 刚刚爷爷还喷了一口血 这才是我担心的 生怕他出现什么意外 所以刚才我才死活不让他下井 奈何 奈何劝不住他 正说话的时候 突然神抖动了几下 众人一震 杨树林对着井狗喊道 说 找到了吗 找到了 拉 井里传来了爷爷的声音 还有回音 拉 总人立即用力往上来 但是明显比刚才成了不少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是把爷爷拉了出来 爷爷缠着赖婆娘的夜下 其他几个人赶紧过来接赖婆娘 这哑肥嘟嘟的 一整桶水 杨树林探了一下他的鼻息 松了口气 说明还有些 只是他低情严重的 估计是刚才磕到碰到了 额头还有裂痕 正冒着血 这时爷爷出了警口 拿下嘴里叼的手电筒 大口喘息 边喘息 边说道 你们把他送回去休息 休养一下就没事了 然后赶紧给我拿把铁锯来 快 秀才说 你要铁锯干嘛 所有人都诧异的看着我的爷爷 让你们去就去 别那么多废话 我爷爷急了 众人见状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有人送赖婆娘回去 有人 则去找铁锯 不久 杨树林找来一把铁锯 村里铁降下来 看上去还算锋利 不过 貌似 有些沉重 但是 爷爷窝在手里 好像一点也不吃力 按照爷爷的意思 村长和众人又将爷爷用绳 慢慢放入铁锯当中 虽然不知道爷爷要干嘛 但是爷爷辈分 毕竟高一些 爷 威光也高 他说的话 一般没人不敢听 甚至连村长也一样 爷爷下井之后 井里便传来 稀释修出的声音 那是 巨东西的声音 本来声音不大 但是 井里空旷 有回音 所以 在井口 还是能够 听得清清楚楚 我和他们 都在井口 焦急地等待 足足 过了半个小时 手 突然被拉动了几下 我们知道 那是爷爷给的信号 村长几个人 赶紧拉起身 几十个呼吸之后 爷爷被拉出了窗口 一被拉出井口 爷爷便大声喊道 大家上开 快上开 什么 所有人一愣 被爷爷的大喉 吓了一跳 只听到井口的位置 出来轰隆隆的声音 而且 整个水井周围的土地 一阵晃动 所有人吓了一跳 还好 有些人 已经走远了 他们 朝的远处跑去 哄 哗啦啦的水声 大家快看 天哪 跑出去一段距离 感觉安全了 一听到哄的一声 有人 往头 回去 大喊一声 所有人 便停下了脚步 转头 看下了 古井的位置 可一刚转头 彻底傻眼了 那井口为石板雕刻而成 圆形的井口 只近大概有一米 此刻的井口 好像一个 大号的水龙头 正朝着天空 喷堵着白花花的水柱 那水柱 好比水炮一般 无比的强悍有力 有种直冲云霄的感觉 欢迎收听 由有声的夏天 引播的 毛山道士 第四章 爷爷抬头望天 那晴天的水柱 起码冲起数十米 就如熔转风一样 但是 那水柱在高空之上 是没有静止的落下 而是飘飘沙发 整个村庄 开始下起了雨 天哪 这是 杨树林傻眼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活了快四十岁 何曾见过 如此怪异的事 这是龙溪水 有人惊讶地出声道 是了 肯定是了 杨树林一拍掌 连连成事 扑通一声 杨树林带头跪了下去 朝着龙溪水的方向 拜了下去 嘴里喊着 观音菩萨保佑 扑通扑通 在场的数十人 全都跟着跪了下去 大人家里 嘴里振振有辙 跟着杨树林 这种龙溪水的器官 连连膜拜 而巧的是 在所有人 在所有人跪拜下去之后 天空哗啦啦地开启 开始下起了大雨 只是大雨中 耀眼的阳光 勤泻而下 形成了漂亮的太阳与器官 当时我也傻了 当时我也傻了 嘴巴张得很大 足以塞进一个鸭蛋 我差点跟着他们跪了下去 身旁的爷爷却一把拉住了我 我不解的看着爷爷 爷爷却对我摇了摇头 一声不吭 我顿时想起 这是爷爷拿着锯子 在井底锯了半个小时之后 才出现的 爷爷肯定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这顿时引起了我的好奇 不仅是我 村长的人 膜拜了一会儿之后 现在所有人都跪了下来 唯独我和爷爷没有跪 而是呆呆地看着 这天降的太阳里 他们也方才想起 我爷爷肯定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瞬间都站了起来 叔啊 您在井底到底看见了什么 还有您拿锯子锯了半个小时 到底是这句什么东西 杨树林出言问道 在场的苏十号人 全都瞪打了双眼 看着我爷爷 等着他的回答 爷爷好似没听见 杨树林的问话一般 依旧看着天空 杨树林顿时有火了 好歹他是一村之长 虽然我爷爷背很高 但是也不能如此无视他 这样他在村民面前 如何处理威望 叔啊 我问你话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树林有些火了 说话的声音大了些 想找回些面 我爷爷方才慢慢低下头 看着他 淡淡的说出了几个字 天机不可泄露 这 恨我也是听了人说的 好像在破四旧的时候 我爷爷和杨树林的爹 是同一个生产大队的 他爹杨胜蒂 是生产队长 当时就抓我爷爷过去批斗过 操了我爷爷的家 把一些古书自己自画 全拿去烧了 还抓我爷爷过去蹲滚牛棚 那本悬门武术 还是用毛伟人 鱼露的书皮掩护 礼猫换太子 才得以保存下来 至于床底下边 那个箱子是怎么留下来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是今天才见过 就是因为这事 我爷爷对他们杨家人 一点好感都没有 杨胜利退了之后 村长的位置就选杨树林当了 所以我爷爷才不了杨树林 我和杨树林的女儿 杨金义还是同班同学 因为爷爷的关系 我也不敢跟杨家走得太近 十分钟之后 古井不再喷水了 天宫也不再下雨了 但是整个村庄 一股清爽和清新 所有人走了出去 感叹不已之时 爷爷拉着走 外部朝着吴立山家跑去 杨树林见状 肯定知道出事 便追了上来 其他人也便追了上来 吴立山家院前的小山包 那个冒险的热气的坑口 彻底弱了下来 被古井喷出的大雨吸引之后 此刻的坑口 只是冒着 犹如烈日下 薄药露冒出的那种 蒸腾气息 我和爷爷 站在边上 已经感觉不到那种 炙热的温口 只有一丝 暖哄哄的感觉 与周围被雨水洗礼过的清凉 形成鲜明的对比 果然是这样 爷爷看着天宫 叹了一口气 爷爷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解的问道 旁边村长的人 也不懈的看着爷爷 我也不知道 要下去一探 究竟才知道 爷爷摇了摇头说道 修才说 下面那是什么东西 杨树林刚才吃了一个别 现在硬着头皮说道 如果是古物一类的文物 那是属于国家的 这是要成城丧报的 我哪知道 你们在这里 我也在这里 我哪晓得下面是什么东西 要不村长 你以身作折 下去看看 爷爷不爽的摆了 杨树林一眼 杨树林一争 却没有说话 只能在心里窝着火 我刚才已经跟他说了 吴立山和吴立山 是被这坑口里的热气给吹得大病的 显然下面充满了威胁 他还不会那么傻的下去 秀才说 我们哪有你那本事 二狗不合时机的出言 二狗不合时机的出言 给了村长排阶下 是啊 秀才说 谁不知道 您是村里的大能人 您见多识广 又懂得多 有人附和道 要我下去看也行 但是 我有个条件 只要村长您答应了 我就下去看看 我爷爷少了大众人一眼 最后木刚落在村长杨树林的身上 什么条件 村长直直误误 他定睛看着我爷爷 其他人也同样看着我爷爷 我们为村里办事 也理所当然 本不该提条件 但是 我孙 村长 您大家的大黑狗甚是喜欢 如果您答应把大黑狗给我孙 我今天就下去 帮大家看看 爷爷嘴角 扬起了弧度道 爷爷 我赶紧拉了我爷爷的衣角 差点哭出了声 村长家的大黑狗 叫黑鼻 我是很喜欢没错 但是因为 这是村长女儿 杨精益的宠物 我和杨精益 是同班同学 年纪一样 从小玩到大 多次出去玩 杨精益都带着黑鼻 我也挺喜欢跟他玩的 他很懂事 我回家有跟爷爷提过几次 说黑鼻很通灵性 没想到爷爷竟跟村长提这个要求 这不是要害我吗 我要是真抢了黑鼻 那杨精益还不跟我绝交 你别说话 爷爷有些生气的看着我 我彻底无语了 杨树林看看爷爷 又看看我 其他村民则是看着杨树林 他们知道我爷爷和他杨家的过去 杨树林一直以来 也觉得他杨家以前对不起我爷爷 所以 眯着眼看着我说道 小明 这黑鼻是你和金益的朋友 其实你养和金益养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答应我不禁虐待黑鼻 更不禁杀黑鼻吃肉 我就把黑鼻给你养也无所谓 不 不会的 我跟黑鼻是朋友 我不会虐待他 更别提杀他了 我连连白手道 你放心吧 我从没杀过狗 实话告诉你吧 你这狗很有灵性 在你家浪费了 只有在我手里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才跟您要 您要是当我趁火打结 那也可以 我爷爷这才转头 看向杨树林 杨树林恍然大悟 得到我爷爷的肯定答复后 他也立马点头说好 这是完了 我一会就你去人家牵狗 送到您家去 本来我还想拒绝的 但是爷爷说 黑鼻很有灵性 还有作用 所以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深深把话咽了回去 如果杨金一要怪我 不理我 那大不了 我再偷偷的把黑鼻还回去 好 一言为定 有这么多亲戚 相亲作证 也不怕你耍赖 爷爷张开漏风的嘴 说道 娃儿 你操的坑口 傻泡尿 咕咚你声 我咽了咽口水 要说没人 杀尿 也无所谓 关键是 这么多人围在一起 最让人接受不了的 群中还有几位大婶 要是我再小几岁 那也无所谓 毕竟是个小娃娃 可我现在 独初一了 好歹 是算个小大人 按照爷爷的说法 在他们那个时代 十三岁 都要准备去媳妇了 你说这么多人看着 我 好意思 尿吗 欢迎收听 由有声的夏天 演播的 毛山道士 第五章 玩 尿啊 咋了没尿 爷爷 见我迟迟不动 疑惑地问道 不是 几位婶 你不能先转过去吗 我 苦着笑 对几位 瞪大双眼的婶说道 歇 还不好意思呢 我们的儿 都跟你差不多大了 你那小女秀 谁稀罕的看 其中一个女人说道 其他人轰然八强 感情是这么回事 让你们转就转 费什么话 人家都是大孩了 杨树林 拉下裤头 当我尿完 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 原本盒子冒着青烟 犹如被晒的 薄犹如冒出的那种青气 此刻竟然消失了 众人也陷了这么一点 顿时移了一声 惊喜的看着我 爷还真神了 一泡尿有这么大作用 那几个神转过头来 看着坑口惊呼道 你们懂什么 这是童子尿的强大功效 童子尿破百邪 我爷爷摸摸我的头说道 玩儿要好好保住童子身 除了这童子尿 还有童梅 也就是童子血 也可以破百邪的 我知道了 我点了点头 其他人恍然大悟 你们拉好神 我下去看看情况 我爷爷又在身上记了记神 对其他人说道 爷爷 我也想下去见识一下 通过今天这事 我对爷爷的进步 有了了解 他的那一套貌似还真有秀 至少今天出现的这些现象 我还完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我对这些事 充满了好奇 这坑口竟然会无聊无故的吹出热气 人一被这热气一吹就生病 然后那古井竟盆住树十米高的军水 然后下了一场大雨 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而且爷爷的那两手 摆好的扶阵 好像是真的有用 不像是花架 难道他那本书 玄门武术 介绍的都是真的吗 爷爷看着我渴望的眼神 最后点了点头 说道 好吧 一会儿我先下去 确认没有问题了 你再想 嗯 我点了点头 爷爷刚才临终的犹豫 我想了想 他心里全和了一下 也许是想让我真正的见识一方 众人将爷爷用吊绳 从空口放了进去 好像也不是很深 绳下去十米之后就到头了 爷爷背着他那个箱子下去了 手里还拿着手电 估计现在正在查看里面的情况 突然 绳一松 应该是爷爷那一头剪开了 他朝着四周走去 毕竟绳子不够长 我由于好奇 也蹲在坑口 用手电 照射下去 光束 并不能够一照到底 里面灰蒙蒙的一片 坑口冒出一口浓浓的霉味 啊 突然 我脚下一滑 雨后的坑口 无比拟拟 我一脚踩空 眼前一黑 二的一声喘叫 掉进了坑里 坑口的其他人 都吓了一跳 都本能的伸出手 去拉我 只是 迟了 毫无防备的坐 毫无防备的跌落 那种失重感 让我惊吓不已 失声尖叫了起来 耳边传来了呼呼的风声 但是 想象之中那种疼痛 并没有到来 只觉得 有人抱住了我 我准备睁眼睛 看清楚 只觉得一阵刺眼 根本就睁不开 我用手遮掩 慢慢地睁开 看见的是一束 强烈的光束 照着我的脸 透过手指缝隙一看 原来是用爷爷 把嘴巴叼的手电筒 照着我 他的双手 则是抱住我的 我很奇怪 我爹到那儿 这么突然 爷爷竟然抱住我 他将我放下 有些深处地呵斥道 不是让你在上面等着 等我看他完了 再喊你下来 你怎么就下来了呢 爷爷 您看到了 我这是摔下来的 我无语地看着爷爷 他抬头看着坑口 又看看我 你跟着我 千万别乱动 爷爷放下我 并且拉着我 照着手电 看着四周 好 我有些害怕 手电筒 向四周照了过去 四周一片蒙蒙的 可见度并不高 而且刚下来时 我就感觉到 有些难受 气温 还是很热的 而现在 无比的潮湿 那衣服紧紧地贴着皮肤 黏糊糊的 无比的难受 总之 就是有一股 心悸的 和胸闷的感觉 我知道 那温度 本来是坑里的温度 那潮湿 则是老井水 化成的雨水 造成的 我不知道 这中间 有什么关联 或许 仅仅是巧合而已 但是 此刻洞内的气氛 一阵阵的窒息感 仿佛 在针桑拿一样 我呼吸 有些困难 所以 大口的呼吸 避免缺氧 但是 那股 没臭味 让我一阵阵的 反胃 地上 也是凝乎乎的一片 我脚踩上去 是一个个的脚印 那应该是 灰城 和泥形成的泥泥 只是 当爷爷手里的手电 从地面上 扫过去的时候 我和爷爷 突然吓了一跳 手电 找到了一个人 静静地坐着 背对着我们 我能感到到 爷爷的紧张 他将我挡在了身后 用手电 上下 打扔着那个人的背影 久久之后 才长长地 哭了一口气 我有些害怕 紧紧地抓着 爷爷的手 躲在他的背后 声音 有些颤抖地问道 爷爷 那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 遗体 爷爷 低声地说 玩 别出声 这地方 有些古怪 要不您先上去 不 来都来了 我就想看看 虽然 有些害怕 但是 好奇心 作祟 我 咬着牙 说叫继续跟下去 爷爷 见我坚决 便没有 再说什么 而是用手电 照射向一旁 这一遭 又把我 吓了一跳 原来不止一具尸体 在原来这具遗体的两边 各有一具遗体 呈打坐桩 不过 双手却是握着东西 插在地上 貌似是武器 三具遗体 呈三足鼎立桩 姿势都一样 就是双手 仿握边界 插在地上 而三个人 已经成了干尸 那脸 已经凹陷下去 黑乎乎的 那黑色的牙齿 还有病骨 都露了出来 衣服 也破破烂烂 应该是经过 许多年的风化 所致 我屏住呼吸 不敢用力 甚至连呼吸 都断断续续的 心里 砰砰直跳 之前 爷爷帮人 捡骨头的时候 我有在旁边看 但是 就是紧张了一点 不会感觉到害怕 但是 此刻 却蒙上了一种 神秘和恐怖 甚至可以说是诡异 爷爷用手电 造像三人的中间 中间 竟有一只痰 痰 上面 竟放的一个 四色帮风的东西 有如砖块一般 爷爷一愣 拉着我 快步 朝着三具遗体 走了过去 在具体遗体 两米的位置 停了下来 貌似爷爷 再确认 没有危险 许久 爷爷才出声 瓦尔 你在那别动 爷爷 过去看看 嗯 我重重的点头 站在原地 心里 依旧 紧张 无比 只见 爷爷 将手里的手电 递到了 我的手里 按照 他的意思 我 拿着手电 罩着 那个坛 他 则是 吵着坛 一步 一步 走了过去 三具遗体 两两 之间的距离 大概有两米 朝三主 鼎立 排列 他们 依旧 保持着 静坐 双手 往握 兵器 插入 地面的姿势 只是 此刻 我意识到了 他们空洞 漆黑的 眼眶 盯着 那个坛 貌似 坛里 有可怕的 东西 爷爷 走到 坛的 边上 在 坛的四周 徘徊许久之后 确认 没有危险 才蹲下 伸手 摸向到 坛上的 砖块 砖的物件 我 把手电头 拿来 照一下 哦 我 赶紧 朝着 爷爷 小跑 过去 说句实话 就 刚才 那一会儿 我都 吓出了 汗了 离开 爷爷 才两 分钟 虚汗都出来了 小心 爷爷话还没说完 啪哒一声 我一着急 左脚蹭到了其中的一个遗体 啪哒一声 遗体竟一面摔了下去 妈呀 我心都跳到了嗓子里面 差点哭了出来 吓死了 欢迎收听 由 有声的夏天 演播的 毛山道士 第六章 我 我 跑到爷爷身边 紧紧地抱住 爷爷的腰 爷爷 接过我的手电筒 照向了那具 倒地的干尸 看见周围 没有异样 才安慰到 别怕 没事 我这才 转过头去看 那 尸体 犹如木头一般 直挺挺的仰面 趴了下去 因为 死之前的姿势 是打坐的姿势 所以 此刻 已经保持着 硬邦邦 直挺挺的仰字 估计 要下葬 也得坐着下葬 根本就掰不止 我 收回眼神 顺着手电筒的光束 看到爷爷手里 拿着那块 装块装的物体 原来 是一方 褐色的油纸包 爷爷 小心硬硬地 打开油纸 印露眼帘的 是一个牛皮纸的信封 信封之下 默示 是一本现装的古书 古书上的字 歪歪扭扭的 我 他把一高中生 财上 这样 竟然一个字都不认得 好 在那个信封上的字 我认得 虽然 也是繁体字 但是 不像那页书上的字 这样歪歪扭扭 那封信上写着 进洞者开启 我和爷爷对视了一焰 这是三个人留给进洞的人的 爷爷的侯杰动了动 将那古书递给了我 让我拿着 而后小心翼翼地 拆开了那个信封 掏出叠好的信纸 摊开 信纸里哗啦啦的声响 可能是由于太干燥的原因 那信纸上的字 已经放缓了 字的边缘 都有些从瘾 但是字依然清晰 而且字是红色的字 那信字传来诛纱的味道 应该是用诛纱写的 信纸上写道 本人谋镇守 于二帝谋守城 三帝谋守义 一城下三 返乡途中经过此处 现此炼尸窟内有脏心 过海乡里 炼尸窟 爷爷瞪大双眼 吓了一跳 很显然 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而且是很可怕的东西 爷爷 那是什么 我小声的问道 爷爷并没有回答我 或许根本没有时间回答我 而是继续盯着那个信纸看 经我兄弟三人探查 此炼尸窟为一邪教方式 炼黄丹手铸造 但因其学艺不禁 炼尸窟竟炼出了一只九头阴灵 其本人已被九头阴灵所发 取心而始 我三人费尽周则 总将此九头阴灵 封印于此盘中 并决定以三阳地火阵 混杀之 爷爷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我见到他脸上的临重 他掀开了信纸的第二眼 你能进到脸时哭来 显然三阳地火阵结界 已被古今随手破 如果你是外汉人 请将信和毛山道志放回原处 并且去寻找能懂得此行的人前来 如果你本人是懂行之人 请按照一瞎的方式 探杀九头阴灵 是否已经被困失 请翻开毛山道志第十七页 遵照阳破阵的方式 取七根生鸡肋骨 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 在风铃潭前摆困阳阵 以煞气插七关身穴 而后摇破舌尖 以真阳盐喷土风铃潭 如果七个呼吸之后 唐五声合一动 表示九头阴灵 以彻底困杀 如果谈震动 则表示九头阴灵 并没有死 请将本人留在 油纸包内的三十六道 风铃服贴 与灵潭之上 加固镇压此阴灵 我低头看了下油纸包内 果然有那本古籍 我小心地翻开了古籍 果然里面还夹着一叠黄服 这应该就是信中提到的 三十六章 风铃服 爷爷翻开第三章信纸 信纸上写着 如果谈没有动 那说明九头阴灵 或许被我等困杀了 也不忘我三兄弟 以性命隐然 坛底下的消失 处地火 以日夜炙烤 九头阴灵 劳烦请将我三兄弟的骸骨 送回江浙府 顺天毛家庄安葬 万谢 此毛山道志 便赠予阁下 希望阁下能借此书中的毛山术 强磨除恶 抵天行道 但是如果不信 九头阴灵并未被困杀 那我三兄弟的计划 算是失败 三阳地火阵 未能困杀之 便只能以毛山道志中的 七星天雷阵 轰杀之 七星位中的三位 爆破位 可以我三兄弟的 尸海聪位 另外的四人 你们可以去 我毛家庄寻找 我毛家庄来驱魔世家 应该有能借到天雷的人 还有那古井中的灵龟 给放了吧 本意是以灵龟压全眼 克制三阳地火阵 不殃及整个村庄 并且此炼尸窟的地火结界 也由此灵龟和全眼来破 既然结界已破 请放了灵龟 他数百年的修行不易 落垃圾 毛首阵 以保年七月十四 绝笔 我见到爷爷 看完信后的振兴 他整个人都在微微地颤抖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事件的严重性 直接爷爷瞪大双眼 将信封用仔细地看了一遍 身旁漏了一个字 只至最后确定记了下来 才将信封放回信封中 而后将信封放入怀中 我将油纸包递给了爷爷 他掏出了里面的毛山道志 沿着缝隙方凯 里面则是那三十六道临风符 借着手电筒的光芒 他掃了一眼 点了点头 而后发到信封所提到 杨破阵记录的那一页 仔细端详之后 爷爷连连点头 喃喃自语道 是这样的 没错 这个我会 他猛然转头看向我 沉思片格说道 婉儿 一会儿爷爷 以杨破阵试探您您 是否还活着 在爷爷喷吐舌尖血 到坛上之后 您在心里莫属一道气 不管坛洞没有 您要快将这符贴一贴在坛上 好 我从爷爷的手里 接过风铃符 随后 寄有了油温 爷爷 这也没浇水 怎么贴得上去 不用浇水 爷爷吐完舌尖血 自然能赞助这些符 爷爷说道 我点了点头 紧张无比 刚才爷爷 在上面的坑口 已经吐过一次血了 他的脸色 已经有些苍白 此刻还要再来一次 我真的很怕爷爷会出事 此剑其摸出一把鸡肋骨 蹲下之后 按照北斗七星的位置 一根根的插在了地上 然后 右宗怀宗摸出了一把刀 柳状 刀身却有两指长 两指宽 刀身竟在手电筒的光束 咋 要犯红光 甚是吓人 此剑听我爷爷嘴里 阵阵有此 而后反握柳刀 一刀插在七光宗 深门的位置 之后一咬牙 扑的一声 一口鲜血 盆向那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我在心里默念到七 弹没有动 刷刷刷 我将准备好的风铃符 一张张的贴在了弹上 如果爷爷说的 弹上的鲜血 真能赞住那件符 所以过了足足十个呼吸 我才贴完这三十六张风铃符 爷爷 没动 谈没动 我兴奋而又紧张地说道 谈没动 也就意味着信中那九头阴灵已经被困杀于此了 突然就在我话音干弱 刷的一声 好像有东西从我身边飘过 一阵阴风我彻底愣住了 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背后有些凉 爷爷 我好像看到有东西从我身边飘了过去 我低声地 探斗的声音说道 什么 在哪 爷爷喷吐完 真言扬 真大口的喘息 听到我的话 猛然站了起来 而后 用手电筒 照射到我的四周 没有啊 什么东西 别怕 有爷爷在 我刚才明明用余光烧到了 应该不会错 我的脸都白了 一把扑到爷爷的身上 扶着他 人都是喜欢光的动物 一到夜里 自然而然地蒙上了一层恐惧 要是在大白天 那才不会怕 因为白天阳气最深 夜间正阴气最深 所以那些脏东西 都是晚上才出来的 此刻在洞里 四周暗摸摸的 除了爷爷 我只有旁边这三座尸体 还有一个让人敬畏的潭 那种黑乎乎的潭 跟水缸一样 家里那个烟咸菜的糖 就长这样 突然 我感觉到有人在摸我的背 我整个人吓了一跳 小心脏都跳到了嗓子眼 我一把抱住爷爷大喊 大声喊道 爷爷 有东西在摸我的背 冰凉凉的 爷爷抱住我 猛然用手电筒 造向我的后方 然而并没有什么东西 爷爷拍着我的背 说道 没东西啊 是你太紧张了 走 先让他们把你拉上去 到了上面 再说 欢迎收听 由有声的夏天 演播的 毛山道士 第八章 爷爷见众人目瞪口呆 显然都很难以相信 但是 却被深深的吸引住了 他又抽了一口烟 说道 在这个炼尸窟被发现时 我只知道井水的冰冷 能去除地火之气 所以让赖婆娘去挑井水 给赖洗澡 没想到他竟然被那声吓到 掉进了古井 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 看来这一切都是天意呀 爷爷干脆坐到那个石头上 与那三具干尸并排坐着 继续说道 赖婆娘掉下去 就刚好掉到灵龟的背上 这才幸免于难 也可能是灵龟有灵 救了他一命 我下去之后 用手电一照 发现四条锁链锁住了灵龟的龟甲边缘 而灵龟的背上竟然刻了字 这就是这伤未刻的 他们说 如果炼尸窟被发现 三阳地火针万一被破 将对整个村庄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破解的方法便是断了锁住灵龟的锁链 让灵龟游走 全体的全眼就会喷出井水 下一场井水大雨 破坏地火镇 继续逝取地火之气 拯救我们村和村民 乡亲们彻底傻了眼 他们呆呆地看着爷爷 就跟听神话似的 但是 这事就真真切切地身在他们的身边 而且就在刚才 亲身经历 亲眼所见 现在知道了真相 串联起来 一切都变通了 只是现实 却不是那么难以想象 让人接受不了 行了 大家都清楚了 就赶紧帮忙填土 把这个害人的炼尸窟给填上 爷爷抱着坛 站了起来 对大家说道 叔 那您上哪去 这三位要和这个坛怎么处理 大家帮您 村长杨树林 看着爷爷抱着坛子 站了起来 便开口问道 这三位道爷 我要给他们送到他们的家乡去 至于这个坛 话说同时 爷爷第一眉 看着怀里抱着的坛 看他的表情 应该是还没想好 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所有人都看着爷爷怀里抱着的坛 只听到爷爷说 这坛先放我家吧 在确认里面的东西死没死之前 放在我身边安全些 至少我能应付得来 所有人点了点头 他们知道爷爷有能耐 村长粗言道 大家动手 将这三位道爷抬到书家去 有几个人 填图把这坑埋了 但是 话还没说谎 就见乡亲们一阵骚动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显然都不愿意去抬那三位道爷的遗体 昨时使他面目太不吓人 爷爷见众人的反应 叹了口气 摇摇头说道 爷爸 不勉强你们 我自个儿能抱两个 玩儿 你能抱着动一个吧 爷爷 我能 我点了点头 帮着家伙 我可不怕 好 爷爷对着我点头微笑 说话的同时 他将那个坛 递给了村长说道 你帮我拿这个坛吧 好 村长正伸手要接 突然一人抢先一步 将躺接了过去 抱在怀里 叔啊 我来 我来帮你 众人 定睛一看 原来是无脑转 爷爷 疑惑的看着他 这呀 平常就好之难做 此刻 却这么主动 爷爷 微微皱眉 却 没有反对 只是严肃地交代道 你抱可以 千万要小心注意 别摔碎了 好 吴老转连连点头答应 其他人也乐意 他自告费用 以前都没见他 如此积极 现在 这种吃力不操好的东西 他就自告费用 所以 也都没拦着 爷爷 朝着三位道爷的遗体 走了过去 朝着三位道爷 抱拳弯腰 九十度行李 然后伸手 左右臂 各抱着一位道爷 腰板一挺 就抱 就暴离 一位道爷的遗体 大概是四五十斤重 两位加一体 就百来斤 这里是三春 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手脚都很有力 虽然爷爷上了年纪 但是他是炼家出身 这区区百来斤 对他来说 真不算什么 我朝着最后一位 道爷的遗体 走了过去 我尽量不去看 他的面容 突然灵机一动 绕到道爷的背后 双手从他的腋下 伸了过去 感觉一阵阵暖和 却没有臭味 我古董 咽了一口口水 一咬牙 用力就抱了起来 做四十多斤 对我这一个高材 初中生来说 还真是有些吃力 毕竟我们是动脑力的 而不是动体力的 这一时抱是可以 但是从这里到我家 足足十五分钟的路程 真心够呛 爷爷转身 带头走在前面 我在后面跟着 五老转 则是在后面 而村长 则是招呼大家 动手残土 将坑个洞给填掉 可是刚刚走出几步 意外 发生了 哐当一声 我和爷爷 猛然回头 只看一眼 顿时傻了 五老转的手里 空空如也 他还保持着 环臂的动作 他傻眼地看着脚底 刚才放三具道结的石板 石板上一堆头片 咽下那个坛 周围还飘散了那些黄浮 坛经过长年累月的地火熏烤 早已非常的干和脆 此刻彻底摔碎了瓦片 而后 在碎片的中间 依稀可见一团黑乎乎的事物 五老转 你他妈走死了吗 爷爷大怒 放下两位道爷之后 里马从了过去 一脚就踹向了五老转的肚子 五老转 啊的一声惨叫 被踢了出去 扑腾一声 捂着肚 跪在了地上 呕得吐出了一口酸水 众人的脸一阵抽搐 别看爷爷下了年纪 这一脚 起码二百斤力 这五老转 肯定是故意的 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 之前他都没在藏 我们一下坑口回来 他就在了 肯定是听说我的古墓什么的 想来拿好处 而且平时流里流气的一个人 整天无所事事 无证业 以至于如今四十多 还是关棍一个 此刻竟然自告 奋勇地去抱那个坛 他还不是想看看 坛里是不是装了什么宝贝 怕被我们爷孙俩 给独吞了 爷爷非常生气 又有些担心 他的脸色 微微白 从他的眼里 我能感觉到 他对眼前那堆 桃碎片的忌惮 只见他慢慢蹲下 然后掏出了那把铜钳剑 将那些碎片一一挑开 周围的村民 慢慢围了过来 想要看看 究竟 全都离远点 爷爷突然大喝一声 所有人顿时止步 却也没有要后退 他们所在的位置 刚好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 再退一步的话 就看不清 那碎片压的是什么东西了 这些乡亲的好奇心都很强 要是没看清楚的话 晚上肯定后悔着睡不着觉 这我是知道的 爷爷见他们没有再前进 就继续用铜钳剑挑开桃瓷碎片 当最后一块大的碎片 被挑开的时候 终于见到了那个鞋物的真容 所有人的脸色大变 纷纷退后一步 因为那鞋物黑乎乎的 只要拔挡的东西太吓人了 就连爷爷的手都在抖 那就是个死因 全身已经乌黑 却有些油亮 可最可怕的不是这些 而是那死因 竟有好多个头颅 不错 就是一个身躯 两手两脚 却有好多个头颅 怪不得叫九头阴灵 原来真的有这么多头颅 真是太恶心了 爷爷爷 准备逃跑 只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的《茅山道士》第九章 有爷爷在我身边 我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下来 我帮着爷爷找来了柴火 并且去武力山家拿了桶花生油 而后将那个扒在脑袋的死鹰 用夹蜂窝梅的夹钱夹到了柴火堆上 浇上了花生油 爷爷一根火柴点了血 点了根烟 而后把未熄灭的火柴往火堆上一扔 那个死鹰鹰就被熊熊大火吞没 我看着熊熊大火 却没了有种难过的感觉 眼角竟然在不自觉中落了两滴泪 我和爷爷守在火柴旁边 直到那堆柴火烧成了灰烬 那个死鹰也烧成了灰烬 甚至连渣和骨头都没留下 因为爷爷反反复复 用了夹 火前夹在灰烬地捣鼓了许久 也没翻到什么 按照爷爷的说法 这死鹰在堂中被山羊地火熏口的百年 早已干燥了骨头柴火一般 一点就糟 甚至连骨头都能当财烧 我想想也想通了 老师又说世上的事物 其实分析下去都是一样东西 一样的物质 将它们分解之后 骨头和柴火的最终成分 都会大同小异 婉儿走了 将三位道爷送回家去 爷爷拉了拉还在认神的我 然后随口骂了一句 这帮孙 这么大小 贵儿 你记住了 别人都是靠不住的 唯一能靠得住的 只有自己 哦 我知道了 哦 我知道了 我机械地回答了一句 临走前又回头 忘了一眼那堆灰烬 心里还是莫名的难过 将三位道爷送到了家里 家里的位置也不多 就两间房 爷爷一间 我一间 外家一间 小厨房 总不能这三位道爷的一孩 放在厨房吧 难道让他们看糟活吗 显然不合适 爷爷对三位道爷 是由心的敬佩和敬奏 他将三位道爷 放在了他的大床上 而后在窗摆前 摆了三个香炉 每个香炉都擦上了 两只香火供上 三位道爷 站在爷爷的床 爷爷晚上 自然会跟我洗一张 不过也好 今天吓得够呛 给爷爷一起睡 便不会害怕 哇 锁门了 我们去找杨树林 要狗去 这可是他亲口答应 咱爷爷生脸的 爷爷点完香烟 拜完三位道爷之后 对我说道 我一听 便犹豫了起来 关键这狗 是杨金义的 他可喜欢这狗了 要是把他的狗 抢过来 他还不得恨死我 我小声的劝道 爷爷算了 我觉得黑鼻 还是跟着金义好 至少他们家给黑鼻的伙食 肯定比我们给的好啊 你懂什么 别废话 跟我走 爷爷不由分说的 锁上门之后 拉着我就朝着村长家走去 到了村长杨树林的家 他们家的大门竟然紧闭 但是外面没有上手 显然是从里面锁着的 显然有人在家 这杨树林还真怕死 这村长怎么当的 这么顶顶的事 就下了一回家 把门锁上 爷爷看着紧闭大门 笑着说道 他对杨家的人没有好奇 因为杨树林的父亲 批斗过他 这个仇 记得死也不会忘 杨树林 爷爷朝着杨家喊道 按咱的约定 我来的黑鼻走 从门里 传出了一阵阵狗肺 是黑鼻的 我认出了他的叫声 黑鼻 是我 别叫了 我跑到门口 对着黑鼻 说道 黑鼻一见到我 叫得更霸声了 透过门缝 我竟看到黑鼻 对着露出了锋利的牙齿 他那水蓝色的眼珠 竟带着恐惧 而且边飞边退 好像很害怕我似的 黑鼻 是我 难道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杨树林的朋友 时常带你出去玩的无名 我对着黑鼻喊道 可是黑鼻好像根本不认识我 对着我一直狂吠不止 甚至四爪抓地 抓出了走印 他已经做好了攻击的姿势 黑鼻 我再次喊了一声 嗖的一声 黑鼻朝着我扑了过来 但是中间隔着木门 砰的一声 黑鼻踵踵地撞在木门之上 然后扑通的一声 落在地上爬起来之后 他再次对我狂吠不止 黑鼻 我怎么了 是谁 外面是谁 我 鼻里传来杨精液的声音 声音由远而近 显然杨精液 是从内院朝着门口走来的 我们这房都是瓦房 分内院和外院 外院一般就是住房 内院一般是院和厨房 是我 吴明 我对着门内说道 今夜快让黑鼻别废了 这样两天没见我就把我忘了 黑鼻 别叫了 是吴明 杨精液蹲下抱住了黑鼻 但是黑鼻依旧狂吠不止 搞得他也是愣愣的 他疑惑地看着黑鼻 这是怎么了 之前你和他还不是玩得很高兴吗 我眼纳闷 今天黑鼻见了我好像见了鬼似的 我有些无奈地说道 吴明你等等我给你开门 杨精液站起身来 就要走过来给我开门 忽然黑鼻穿到他前面 用身躯当住了他 甚至对着他 不敢睡 不止 杨精液一脸莫名其妙 他脸色难看的说道 黑鼻你到底怎么了 你别这样 在这样屋里我可要生气了 他绕开黑鼻 准备伸手开门 突然黑鼻一张嘴 紧紧咬住杨精液的睡花布鞋 死死不松口 还一直往后转 就是要阻止他开门 这是怎么了 杨精液脸色大变 金尖的黑鼻太反常了 我也彻底冷懵了 抬头看着爷爷 爷爷也在愣愣地看着黑鼻 或许他也没看清 黑鼻到底是想表达什么 我拉了来爷爷的衣角 朝着爷姐微微皱眉 表示他算了 看黑鼻的意思 肯定是知道我们是来领他的 他不愿意跟我们走 才如此反抗 爷爷叹了口气 罢了罢了 娃儿 我们回去吧 这狗真有灵性 只是在杨家人手里不能发挥他的作用 我回头看看那门 门里的黑鼻 门里的黑鼻已经安静了下来 他知道我们要走了 所以也便安心不闹了 他也不应该反应如此之大 最多他会吵我吠一吠 表示抗力拒绝 可他竟然攻击我 表示出对我的敌意 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晚上我和爷爷挤在一起睡觉 爷爷有打呼的习惯 以前小的时候没感觉怎么样 但是自己睡得习惯以后 此刻再跟爷爷一起睡 我竟然失眠了 爷爷累了一天 而且吐了两口血 已经非常疲惫了 我不想打搅爷爷 所以没敢翻来覆去 也没敢起床 因为爷爷那屋 还有三位道爷的遗骸 虽然知道他们身前是好人 但是他们的尊柔 真的很吓人 就那样躺着 一动不动 耳边传来着爷爷的打呼声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决意来了 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白天 受到了惊吓 一个晚上都是噩梦连连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整个人恍恍惚惚的 一点力气都没有 但我清醒的时候 发现爷爷早不在床上了 爷爷爷爷 我喊了一句 我喊了一句 我我在 爷爷门口传来了声音 我下床出去一看 吓了一跳 因为平常放在门口 那洗手盆里装的是一盘黑红色的血水 爷爷 爷爷这是怎么了 你杀鸡鸭了 我吓得躲到了爷爷的后面 我没杀火也刚醒 一开门就发现盆里的水变成了血水 爷爷走门 我说到 他蹲下闻了一闻 瞬间脸色大病 是人血 我一下 竟然是人血 爷爷说是人血 绝对不错 可是 这么一大盆血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谁的血 不远处 一个人 朝着我们跑来 边走 还边遭守 喊 秀才说 出大事了 您赶紧去看看吧 来人 正是村长杨树林 来到我们家门口之时 已经是上气不见下气 他吞了两口 头水说道 吴老钻死了 死在了后山的山洞里 我脑袋嗡了一声 愣愣地看着那杯血水 怎么回事 爷爷 瞪大双眼问道 不知道 这一大早上 村里的牛老太太 就去找我 说她一早上 进山捡柴火 路过那个山洞的石像 发现 有血迹 她便大的胆 进去一看 差点没吓死 吴老钻背 靠着眼壁 已经死透了 胸口一个大洞 血淋淋的 好像被什么猛兽 给掏了心 杨树林说完 低头看了盆血水 便出人问道 说您家杀鸡了 爷爷没有回答他 他说道 带我去看看 我见爷爷的眉头 都皱成了疙瘩 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欢迎大家收听 由有声的夏天 演播的 毛山道士 第十章 我怀着恐惧和忐忑的心情 跟在爷爷的后面 在村长杨树林的带领之下 往后山的山洞而去 据说那个山洞 是小日本的时候 游击队建立的秘密根据地 以前我和小伙伴 也有去过那里好几次 那是自然形成的山洞 在一块大石头的地下 入口还是很隐秘的 是在一些藤蔓之后 之前你们觉得很危险 怎么无脑转就死在里面了呢 到达山口的时候 洞口已经围满了人 又是那一些好事的仙体 但是他们很保小 都远远地躲着 没人敢进去 一见村长带我们来了 便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路 我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恐惧 害怕 有种人人自危的感觉 但是又都很好奇 不愿离去 我跟着爷爷进了山洞 村长也没敢进去 他留在了洞口 听说刚才二狗进去看了一眼 那我现在还在作呕 之后都没人敢进去了 一进山洞 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而我立马捏住了鼻子 我跟在爷爷的后面 到快到五楼转的身边 只扫了一眼 我也差点吐了 那胸口 睁开了个拳头大的洞 里面血肉模糊 但是可以确认的是 里面的心脏真的被掏走了 连肋骨都被扒开了缝隙 先学留了一地 吴老转就那样坐在地上 背靠着实力 但是两眼却真的大大的 瞳孔放大 显然死的时候 是在惊恐的状态之下 我实在忍不住了 肝呕了一声 眼睛都憋红了 迅速逃出动静 在洞口大口呼吸 因为在里面 我是憋着气的 差点窒息 那腐香 真的是惨不忍睹 冬中的空气 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还有动于然来的霉味 掺杂在一起 就成了一股难闻的臭味 吴宾 怎么样 村长等人围着我 看着我干呕之后 打口呼吸 你们自己去看看呀 我等着满圆血色 还有眼泪的双眼 少死了这群 好事又怕死的人 自己好奇 干嘛不自己进去看呢 所有人顿时眉身了 都不善地看着我 有些人还碎碎念 我才懒得搭理他们 索性一匹我 坐在洞口的石盾上 等爷爷出来 其他人见我不说 又回到了门口 等着爷爷出来 不远处传来的狗叫声 我认出了是黑鼻的身影 刚坐下 我又站了起来 只见黑鼻 从不远的地方 奔跑了过来 到我的面前 相聚属美的位置 便停了下来 他谨慎地看着我 然后对我叫了几句 好像在告诉我什么事 黑鼻 你找我有事 我心情站了起来 今天的黑鼻 不像昨日那样排斥我 但是毛孙对我 还是很有警惕 黑鼻回应似的废了几句 其他人的吸引力都在逗笔 根本没有注意到黑鼻的叫声 他好像很急 爪子一直在抓地 又对我叫了几声 然后回头朝着大螺旗的方向 飞了几句 我上前几步 他则是下了一跳 后退几步 显然还是很怕我的 我不知道黑鼻到底是怎么了 为何如此怕我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以前还会让我抱他 黑鼻又朝着我叫了几声 是不是经意有事 我猛然想起 黑鼻一听 叫了几声之后 朝着大螺旗的方向奔去 是了 肯定是经意有事 黑鼻肯定是听懂了我的话 在前面给我带路 我朝着黑鼻跑去的方向追去 大螺旗是我们村的母亲席 因为整个村的龙座灌溉 都要靠这条席 大部分人都会到这个席里 洗菜洗衣服 甚至挑水喝 有好些小孩还会光着 亲着去大螺旗游泳 而我就去过 黄奔了十几分钟 终于到了大螺旗边 西边有个小路 乡旗们一般都是从这小路下去 下面有一块大石头 非常大 有一半是进在西里 一半路在西的外边 大家一般都是到那里 洗衣洗菜敲水 此刻的大石头上 并没有人 但是却有一堆衣物 只扫了一眼 我就认出这衣物是杨金义家的 因为里面有一件碎花裤 就是昨天杨金义穿的 黑鼻阻拦他去开门的时候 摇住的就是那件碎花裤的裤脚 可是杨金义人呢 金义你在哪儿 我吓了一跳 他不会是掉进西里被大水冲走了吧 金义 我朝着大螺旗喊道 环市四周哪有杨金义的影 突然黑鼻对着我狂吹 然后低头嗅嗅 沿着西水奔了下去 我也追了上去 但是一个念头 突然在我的脑海里 我猛 我吓了一跳 猛人杀住 这黑鼻有问题 昨天对我呲牙连嘴 才朝我扑过来 满是攻击的动作 今天一早 吴老转死了 而他的胸口就那么大一个洞 肯定是畜生造成的 难道是黑鼻 我越想越怕 这只狗是不是已经疯了 杀人吃 他杀了吴老狗还不够 还杀了他的主人杨金义 而后又把我骗到西边 想要把我也杀了 然后吃我的心脏 我一想到这 整个人都在发抖 真的越往下下越怕 这只狗这两天太反常了 如果真是他干的 吴老转那么一代成年人 四十多岁的壮汉都能把他杀了 我才二十 我才十三岁 怎么打得过他 我不敢往前走了 爷爷不在身边 我回头想跑回去 突然我想到了杨金义 但是杨金义该怎么办 我内心想到 犹豫了 杨金义是我最好的朋友 此刻出事了 我不能不管 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下游不远处传来的黑鼻的狂吠声 一声高过一声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往前走了两步 一心听到有人在求秀 黑鼻赶紧去喊人来救我 快啊 救命啊 是金义的声音 我一个激励 在戏听之后 断定是杨金义在求救 便也没有多想 逃走下游冲了过去 远远的看见黑鼻 对着吸水狂吠 随着黑鼻的狂吠方向 只见杨金义的半截身子 以及末路的膝里 只是双手紧紧地抱住一块石头 无名 救我 杨金义一见我 如从见了救星一般 歇斯底里地向我喊叫 那声音凄厉 让人听了毛骨所让 显然是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受到惊吓 而从心里发出了嘶吼 这声音深入人心 勾起人 与身俱以来的 而又藏于心底的那份原始的恐惧 我惊呆了 没有多想 我朝着杨金义从了过去 金义 把手给我 我拉你上来 我蹲下之后 朝着杨金义伸出了手 便说道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洗个衣服还能丢水里 不是的 无名 有人在水里拉我 林金义 杨金义 早已暴雨梨花 整面脸都枯花了 因为受到的惊吓 小脸青绿一片 绿中放白 他惊吓地说道 有人在水里死 死抓住了我的双脚 把我往水里坐 就是不杀手 我吓了一跳 喊毛都竖了起来 瞪大双眼看 真的机理行照着 可是溪水依然是浑浊不清 却也谈不上浑浊 至少我看不到水里有东西 这水大概有三四米的深度 以前我们来游泳的时候 就有潜水潜过水底的 哗啦哗啦 心里一阵翻腾 见起了好些浪花 我吓了一跳 连连后退 一下瘫坐在西边 他妈的 真的有东西 啊 杨金义再次哭了起来 他的身体随着吸水的翻腾 也一直摆动 下半身紧紧的抓住石头 没入水里的下半身 则是一阵摆动 频率与水的翻滚同步 他紧紧抱住石头 手指被石头的人角都磨破了 磨出了血 天哪 这男的这藏着弄着水鬼 我的鸡皮疙瘩起了一声 爷爷跟我说过 水果拉人的故事 但是我一直以为 那仅仅是故事而已 骗人的而已 只是眼前 这情况跟爷爷描述的太像了 黑皮不怕 操作吸水狂吠 然后一个公布冲了过去 只是到了吸水的时候 猛然见起了一阵浪花 黑皮一笑 掉头返回了 欢迎收听 由有声的夏天演播的 《毛山道士》第十一章 我站了起来 黑皮貌视能看见那东西 能锁定那东西的方位 我记得爷爷说过 这东西一上岸就没力 但是在水下力大无比 只是要拉他上岸 那就是妄想 最关键我看不见他 即便看见了 我也没办法对付他 爷爷又不在我的身边 我要是责回去 看爷爷来的话 估计杨金义早已被拉下水了 对了 童子尿 爷爷说过 童子尿是百贤 我这就试试 一念起也没太多的顾力 我站了起来 拉下了裤兜 掏出小水龙头 朝着杨金义的身上 喷了过去 啊哈 吴明 你干嘛 你下流 杨金义彻底懵了 哗啦哗啦 水柱成抛物现状 洋洋傻傻地落在了杨金义的身上 他尖叫连连破口大骂 在我尿下去之后 整个水面开始沸腾了 童子尿起作用了 我便调整方向 朝着吸水也喷了过去 气面翻滚更厉害 吴明 他松开了一只手 滴血 杨金义突然喊道 可是鸭的 我感觉要尿丸了 没存货呀 这东西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心想 把手给我 尿丸最后一滴的时候 我迅速爬地 一手抓着石头的棱角 另一手抓住了杨金义的手臂 咬牙一拉 吃奶的力气都出去了 杨金义被拉了出一些 至少一只脚已经出来了 不行啊 妈 他用两只手抓住了我的那只脚 杨金义再次被吓哭了 那东西的两只手 都抓住了他的右脚 我紧紧地抓住他 好不容易拿出来的人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我扫了一眼 他刚拉出的水的左脚 左脚在水里泡 有些苍白 脚踝的位置 衣服一块紫青的鱼种 甚至吓人 触目惊心 救命啊 来人 快救命 我是无计可施了 只能此时抓住杨金义不撒手 最后扯开嗓子大喊 希望用来西边挑食的乡亲们能够听到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来人 杨金义也跟着大喊 黑鼻 再去叫人 快 黑鼻一听 掉头就瞅着后山的方向冲去 因为复刻想起本 大部分都在后山的那个山洞旁边 我边喊边响 后山山洞的老五楼转 不会是水下的这个东西弄死的吧 黑鼻刚才的表现已经排除了贤医 他宗星库竹 应该不是他 正在这时 整个大罗西的西面开始翻头 我他妈傻眼了 难道不止一只 而是一群 他娘的 水鬼的大部队来了吗 完了 我有些绝望的心想 怎么了 杨金义全身颤抖地问道 他瞪大双眼看着我 双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我的手都麻了 而且有些刺痛感 我能感觉到杨金义的十个骨甲 深深地扣进了我的手臂 你看江面翻腾 估计不值一只 而是来了一窝啊 我也开始打探了 无名救我 别放手 我求你了 越是便临死亡 真的求生欲望 越强 此刻我已经成了杨金义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泪眼汪汪地摸着我 不用求 我是不会放手的 你放心 我会陪着你的 我对杨金义挤出了微笑 已是安慰 我俩死死地顶着那翻腾的水面 水面起了好大的漩涡 水里好像有很多东西 我俩的身子一阵阵地打探了 嘴唇也抖 牙齿只是咯咯地打响 松手了 快拉着我 快拉着我 杨金义喊道 我先是一愣 马上又反应地过来 出尽全力 将杨金义拉了回来 我拉着他往西岸上跑去 几次跌倒 几次爬了起来 跌跌撞撞 落荒而逃 刚跑出几步 背后出现嘶嘶嘶的声音 那是猴的声音 我们同时转身 躺坐在地上 看向那翻滚的水面 只见水里一块大石头 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越来越大 直径起码四五米 哗啦一声 一个事物 背上水底 抛出了水面 水花翻翻讲讲 在水花当中 我们终于看清了那个东西 那就是几个几乎透明的人形 鉴于神与猴之间的体型 完全是全身透明 唯有心脏的颜色 是绿色的 而且还在扑通扑通的跳着 呼啦一声又有一物 瞧着水面 我定睛一看 一条大蛇 我和杨青翼大惊思舍 惊呼不已 但定睛一看 我猛然收声 摁住了杨青翼 那不是蛇 那是乌龟的脑袋 是那块大石头 是乌龟的甲壳 我欣喜若狂 看清真相之后 就不再那么害怕 爷爷说过 恐惧原因无痴 只要弄清实情的真相 就不会害怕了 只见乌龟 扬天张开大嘴 那透明的猴 落下来之后 张开了大嘴 一口将其咬住 只 一声凄厉的藏叫 从那猴的嘴里 穿出来 那东西拼命挣扎 他的整个身体 是透明的 如同水母 或是海蛇的胶质一样 修长的手臂和脚 还有一条尾巴 手指脚指 都有长长的指甲 那指甲触目金星 如同一把把的匕首 巨龟摇住了他 在水里猛然撕咬 水里一阵阵的放滚 我知道他亡了 巨龟似乎是他的天敌 撕扯了几下之后 他彻底不动弹了 巨龟扬起脖 一口将其吞下 我和杨金义 彻底傻眼了 巨龟 巨龟一口咽下那东西 然后转向看着我们 那眼睛就有昨天 放死海的那个弹的大小 他竟然会笑 他在瞅着我们笑 我和杨金义对视了一眼 简直不敢相信 巨龟居然会笑 我扫了巨龟一眼 我扫了巨龟一眼 龟背上的东西 吸引了我们 那便是链锁 靠近我们的方向 巨龟 巨龟 金义 无名 你们在哪儿 上游传来的呐喊声 爷爷他们来了 我听到了爷爷的声音 灵龟看着我们 然后慢慢地潜入水下 龟家一点点地投入水中 别走 灵龟 别走啊 我站了起来 朝着灵龟喊道 但是灵龟根本不听我的 片刻便淹没在大溪里 逐渐了踪影 无名 金义 不远处 一群人朝着我们跑了过来 爷爷村长 我们没事 我朝着他们喊道 我转头 向他们坐在地上的金义 看去 他整个人狼狈不堪 气息非常的微弱 他愣愣地看着我 我都不敢看他的脚 血肉惑火 右脚的脚踝 骨头已经露了出来 我扶着他说 没事吧 他摇了摇头 然后我的一声哭了出来 一把抱住了我 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知道他那时惊吓过度 彻底地宣泄了出来 但是时期不对啊 鸭的一群人围了过来 最关键他的父亲杨树林也在起坐 温无名 你在干嘛 村长力声呵斥道 一把将我拉开 我没干嘛 我只是想扶他 我赶忙解释道 鸭 你是怎么了 杨树林一把抱住他 看了他的脚之后 脸都绿了 大惊 厮射 心疼得要死 但是鸭一直哭 就是不说话 鸭的 所有人都看着我 妈逼啊 他不开口 大家都以为我欺负他了 不是啊 爷爷 我们碰到了水猴 我赶忙看下爷爷 跟爷爷说道 什么 爷爷吓了一跳 在哪 鸭在上面欺负 被水猴拉了下来 刚才你们在山洞的时候 KB就早上求救 我就跑过来救他 他双脚是被水猴抓的 我使得鸭的双脚急促地说道 生怕人们认为是我欺负了金翼 总人见到金翼的那双脚 脸都扭曲了 连骨头都露了出来 那水猴在哪 爷爷紧接地问道 被你放走的那只巨龟给吃了 我解释道 但是爷爷还是有点不明白 我便补充道 您在骨底 您在骨底 用那个锯子锯开的链锁 放走的那只铃鲑 您记得吗 哦 爷爷怂了一口气 恍然道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杨树林一脸惊讶地问道 先别说了 先救治你的女儿要紧 爷爷提醒道 对对对 杨树林抱起杨精义 一群人便往村里走不去 欢迎收听 由有声的夏天演播的 毛山道士 第十二章 好一番折腾 杨精义的双脚被布条草药给馋上了 我爷爷抱的 因为整个村子里就爷爷这么一个赤脚医生 大家都相信他 对于治病救人 爷爷也从来没有推辞过 杨精义的身上已经被披上了一件大棉袄 他妈妈还熬了碗姜汤 红糖水 给他驱寒 在水里泡了那么久 而且也流了不少血 最光鲜的事还是收集一下过渡 虽然现在不哭不闹了 但是整个人的神情有点恍惚 他人很疲倦 眼皮都快打架了 但是却不敢睡 他靠在他妈妈的怀里 眼睛闭成一条风 戒备着 生怕那水猴子再来拉他 在床上休员两三个月就好 我会弄些草药 你们每个星期给他换个药 我再开点中药 早晚各一次 沾碗水熬成一碗喝 这是爷爷让我给他说的 边伸手到盆里洗了洗手 手刚一进去 手上沾染的那血瞬间沸腾上开 溶住了水里 整个手鲜红一片 我脑袋轰了一声 早上家门口那盆雪 多么香似 我整个人又不自不由自主地打探 愣愣地看着爷爷洗手 难道杀死无楼转的人是爷爷 不 不可能 爷爷怎么可能杀人 可 可是爷爷 却又处处符合条件 我心里莫名的才记得 首先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爷爷最先发现门口的洗手 洗手盆里满是血水 为不会是他 刚杀往五楼转回来 刚洗完手 却正好被我撞见 却又不承认 动机是昨天五楼转 在爷爷牵引金铭万主妇之后 马上摔死了那死婴儿的坛子 当面泼了爷爷的面子和权威 为此爷爷还为全力踹了他一脚 直接将他踹飞了 然后爷爷怀恨在心 第二天早上将五楼转抓到了山上 杀了他 能力也具备了 我进洞里看到五楼转胸口的那个洞口 那洞口有拳头的 肋骨与肋骨间的骨肉被扒开了缝隙 可能是野兽弄的 但据我观察 更像是人为所知 好像是用手扒开的 因为如果是野兽 野兽是会用爪子和嘴巴里面的牙齿 咬人的话 伤口会有很多的碎肉 可是 昨晚五楼转的那个伤口 是很平整的 不像是野兽干的 但如果是被人为的扒开 那么这个人的力气 得有多大 因为活生生的将人的两根肋骨扒开 这不是能 正常人能办到的事 杀猪将在剔除猪肋骨的时候 还得用刀的 何况是唐人 当人们纵观全村 能有如此力气 能办到寺的人 没有我爷爷一人 因为爷爷是武行出生 名副其实的练家子 一双手非常有力 昨日踢五楼转那一脚 起码两百多斤 不然不可能将五楼转踹飞 脚力非如此 手力肯定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爷爷的嫌疑越来越大 只是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平时杀鸡杀鸭都牺牲不忍 每次都要念杀森咒 替那些鸡鸭鹅朗颂下声闻 才能下刀的爷爷会去杀人 打死我也不相信 爷爷洗完手 发现我愣愣地看着他 他感冒问道 娃儿怎么了 被那水猴子吓得现在还没回过神吗 我猛然反应过来 不敢再想了 只是摇了摇头 我开口问道 爷爷 五楼转会不会是水猴子杀的 或许不是 但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爷爷摇了摇头说道 水猴子善安就没力气了 别说杀人 他能不能自保都是问题 爷爷 您见过水猴子吗 我反问道 那倒没有 以前也是听老人们说过 爷爷看着我说道 你和金翼不是亲眼见过了吧 嗯 挺可怕的东西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按照你的解释 他说 你说他几乎透明 却有着绿色的心脏 应该是常年积累泡在水里的 已经慢慢向鱼泪净化 所以我猜测 他也像鱼一样 不能上岸 一上岸就斜财 老人们说的 应该就是这个道理了 爷爷分析道 好多人围着 一听到我们的谈话 都懵了 他们仿佛还在梦中 即便我和金翼 金翼亲眼所见的是我 但是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还是不相信 村长杨树林问道 叔啊 你说那水猴子是床子冻的水鬼 我怎么感觉听得有点像神话 但是我也不能不相信 因为我女儿的脚就是被她抓伤的 这就在眼前 只是我很纳闷 咱们村连续了几代人 也没听到过有水鬼 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一个 是啊是啊 大罗西遇到我们几代人 也没从来有人见过 更别说遇到那玩意了 怎么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呢 也有人附和道 所有人都是愣愣地看着我爷爷 爷爷摸了摸山羊湖 曾思片刻说道 我看是昨日那猎尸窟被挖 地火山羊镇被迫导致的 因为地火山羊镇 使整个地面已经骨井泉水压着 但是整个地底的温度阳气 还是很吓人的 所以这些桑金水怪都不敢出来 昨天死争一破 它们全都冒了出来 哎 按照我的看法 吴老转不是被那水猴子害死的 也不像那个兽医说的那样 被野兽吃的 咱们在这待了几十年了 山地有什么害人的野兽 早就一清二楚 再说那些野兽也从未进过村 更未袭击过人 所以我猜测 大概是某只山羊害的 爷爷口中的兽医 是今早过来镇里的法医 因为是在我们镇上当过兽医的 慢慢家庭用的药 什么禽流感 鸡鸭温 还有公猪烟割什么的 都是找他来做的 只是这老小子 不知道是从哪走了关系 摇身一变 成了镇里的法医 早上跟派出所民警 一起来的 他在斗里研究了半天 最后说是野兽干的 说凭他几十年的兽医经验 错不了 所以那个案子也就结了 派出所在后山上盯上了个大牌子 野兽出没 圣井入山 吴老转是个关棍 在村里也没有情人 连送东的都没有 只好有警车 直接拉到火战场 给烧了 这个案子也就结了 众人沉默不渝 只听到爷爷又说道 大家想想 如果真的是那个兽医说的 是野兽杀死了吴老转 那野兽为什么只吃他的心 其他的一点没动 你们见过哪个野兽 只吃心不吃肉吗 对对对对 是啊 我怎么没想着这一点 金书这么一提醒 那倒是真那么回事 我的天哪 如果真的是山鸡野怪这搞鬼 那我们还怎么活 有个大神都哭了出来 双手连连合十 曹子虚空拜拜 大家别急 更不要慌张 爷爷对着曹塔的人群 压压手道 你们没听吴明说吗 那只灵龟吃了水鬼 然后没路的大罗西 这灵龟是抓门来救金义的 所以我想它会继续守护着咱们的村子 山金水怪都不用怕 是了是了 灵龟灵龟 众人连连点头火然开朗 有灵龟守护着村子 他们还怕什么 乡亲们 这灵龟几百岁了 按照刷法刷得上龟仙了 如果大家诚心的话 拿点东西到西边去参拜灵龟 求灵龟保佑吧 村长顿时主之道 好 大家各自回去准备贡品 下午到大罗西集合 参拜归先 有人大手一挥 大伙瞬间散了 大家都散了 屋里只剩杨树林一家三口 还有我跟爷爷 我怎么觉得爷爷 有点要洗脱的嫌疑 他把凶手推到三斤的头上 那谁能踏得出来 只是我还是不相信 爷爷是凶手 虽然种种迹象都指向了爷爷 玩 发什么愣呢 咱们也回去了 爷爷拉了拉我的手 转头扫了一家 杨家三人 便出门 朝家里走去 爷爷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跟着 看着爷爷 尾案却有些驼背的身躯 我的心里一直反问 爷爷爷 五老前是不是您杀的 这个问题我很想问他 但是话都几次到了嘴边 又几次咽了回去 因为我实在问不出口 欢迎收听由有声的夏天演播的毛山道士 第十三章 娃儿 我看你整个人都心不在焉的 想啥呢 回家后 我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门口 看着那个驴制的洗手盆 此刻盆里装的是清水 早上那盆血水早已被爷爷倒入了凑水沟 没事 我抬头看着爷爷的眼睛问道 爷爷 你说五老转真的是被山精杀死的吗 我也不知道 那只是我的猜测 既然你看到了水鬼 有山精也是正常的 爷爷微笑的说道 不过有灵规的守护 我相信我们的村子不会有事的 我点了点头 心里对爷爷的怀疑更添了一分 我继续问道 爷爷 你是不是有好的事情瞒着我 嗯 爷爷瞪大眼睛看着我说道 娃儿 你说什么呢 爷爷怎么会有事情瞒着你呢 我看着爷爷很想问他是不是凶手 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提起勇气 便借口说道 昨天那炼尸窟的洞口 您摆的是什么阵 还有床底下怎么会多了个药箱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哦 原来您是说这个呀 爷爷 恍然大悟的说道 爷爷 年轻的时候 也上过山 做过几年道童 学了些道法 那本玄门武术和那个药箱都是师父留给我的 但是 遇上了破四旧 所以我就把那个药箱给埋了起来 以前 那个姓杨的老东西批斗过我 问我箱子埋在哪里 但是 无论他怎么迫害我 我始终没说 直到后来改革开放了 我才把它挖了出来 一直藏在床底 你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哦 我点了点头 说道 那个阵法是怎么摆的 等以后我再教你 爷爷摸了我的头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我是不是说 要送到里面那三位回去了 我指着屋里问道 对 爷爷点了点头 不过还得等些时候 村里发生了些怪事 我现在还不能走 我们还得留下来观察一会儿 确保村子没事了 爷爷才能安心的送三位道爷回去 你说是不是 我没有说话 点了点头 爷爷的话看似很有道理 但是我的心里却害怕了起来 如果五楼转真的是爷爷所发 爷爷是不是还想留下来继续杀人 我已经暗暗下定的决心 无论如何都要看紧爷爷 如果他还要继续杀人 我肯定要阻止他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都没敢合眼 只要爷爷有翻身 我的眼睛都会睁开一条缝 如果爷爷起床 我会算准时间 老年人 夜尿的次数多 所以一个晚上 起来三四次 也很正常 所以我一个晚上 几乎没有合眼 直到天亮了 倦意上来 我才栩栩睡去 至少一个晚上 爷爷都没有离开我的身边 大白天的 爷爷肯定不会乱来 一连几天 我都是如此盯紧了爷爷 爷爷还以为 我是被那水鬼吓的 所以胆小 现在就跟紧了他 但是几天晚上不睡觉 也把我累得够呛 熊猫眼都出来了 爷爷问我 晚上不睡觉 为什么 我说我这几天 睡眠不好 老是睡不着 一有风吹草动 马上清醒 为此 爷爷还调理了些 中药给我喝 说是安神补脑的 跟踪了爷爷 两个星期 没发现爷爷 有什么异常 而且在这两个星期之内 村子一片祥和 乡亲们渐渐地 从吴老转死亡的阴影中 走了出来 好些人都说 吴老转是水鬼作杀 然后灵鬼吃了水鬼 水鬼一死 整个村子都不会再出事了 我倒是觉得 应该是我的跟踪起了作用 瞬间觉得两个星期的不眠 是值得的 今天早上 爷爷收拾好了衣服 也顺便把我的衣服收拾了 我问他 是不是要出发 送三位道爷回乡了 他说是的 他还说 请了乡里的宜兵车所 他说 如果用其他车的话 在乡镇里 倒也没什么警示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城市 普通车要被将警交警拦住的 那就没办法解释了 车上载着三位道爷的遗骸 又没有相关证明 肯定要送派出所的 但是宜兵车不一样 一般交警不会去拦宜兵车的 因为不吉利 即便真拦住了 那气氛也对 遗骸本来就要用宜兵车送的 爷爷还找杨树林开了张证明 而且宜兵车还是村长 都关系给我们找来的 费用也是村里出的 毕竟这是村里的事 不是我们家的私事 按照三位道爷留下的书信 地址为福建泉州府南安区毛安庄 毛市家庄 这是一个百年前的地址 大概是在清末 民国初那段时间 只是经历过一百年 想要再走到这个地方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别的不说就改革开放这些年 各地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村改造 农村城市化 别说一百年 就最近这三十年 好些人的家乡 都不是儿时记忆中的那副模样了 全州府南安郡 肯定就是现在的全州南安市了 至于毛家庄 这个地方得到了那 问问才能清楚 南安作为一个县级是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爷爷也只能抱着逝逝去的态度 不管最后有没有找到 至少我们尽力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离南安市 大概是十七个小时的路程 这是开兵移车的那个司机说的 至于在南安的那个乡镇 还得去走 南安的南北辖长 从南到北 开车还得四五个小时 冰移车停在了春之不前的水泥广场上 我背着行李袋 里面装着我和爷爷换洗的衣服 爷爷则是背着他的那个药箱 他则是抱着两位道爷的遗骸 我则是抱着剩下的一个 我们家三位道爷抱上车 三位道爷此刻已经被披散了白色的校服 而且包裹得严严实实 就如同死者的家属一般 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在乡起门的目送之下 我与爷爷上了冰移车 上去之后 我就感觉肺后一凉 浑身凉嗖嗖的 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觉得浑身很难受 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觉得这车不知道接送了多少死者 所以心里发毛 我警戒的少了一眼 整个车子 这大白天的阳光竟然无法照进车里 而且整个车子阴凉无比 我有些害怕的看着爷爷 我是不是觉得冷 如果冷就把包里的衣服拿出来一件窗上 我把军带衣也带来了 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也好盖上 爷爷指了一旁的背包说道 那爷爷你呢 晚上没有盖被子会早凉的 不会 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车窗关上 会很暖和的 再说爷爷的身体好着呢 爷爷 微笑的说道 爷爷 我怎么感觉这车里好冰了 感觉开了个冷气似的 我压力声音 对爷爷说道 不敢让那个司机听到 因为这是临车 常年累月的接送遗体 几乎一到三百六十五天都在接送 甚至有时候一天接受好几趟 而遗体散发出来的阴气 在空气中是不会消失的 只要被人吸收了体内 一点点消化 有的消化不了了 就会积存在体内 而且整个人阴气太重 就人不人鬼不鬼的 你看看那个司机 您就知道了 爷爷也压低的声音回答着我 我扫了一眼司机 他妈的吓了我一跳 真的跟死人差不多 同样的黑眼枪 不同的是死人的眼睛是闭着的 而他却是睁眼的 这表示他还是活人 但是他整个人都很白 那是一种如纸的病态白 就跟用漂白水漂白过的一样 而且头皮和皮肤都没有光泽 如石灰一般 只是他的黑眼眶内 却有着一双格外明亮的眼睛 这林车经过长年累月的阴气积累 但是却没有多少活人来吸走这里的阴气 除了那些死者的家属 就只有这司机了 阴气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外面的阳光就照不进来 你看窗户玻璃 那阳光照射到玻璃上 直接反射回去 还有 这车常年不用开冷气的 因为车里的阴气就是天然的冷气 只是对活人不好 爷爷继续解说道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选择林车作为交通工具 不是很危险 我脸色难看的看着爷爷 爷爷 要不我们换辆车吧 坐着车 我胜得慌 欢迎收听由有声的夏天演播的 毛山道士第十四章 想换车 那就换咯 还没等爷爷回答 坐在驾驶位上的司机 竟然开口了 把我和爷爷吓了一跳 压得 他坐在车头 我和爷爷坐在车尾 用蚊子一般大小的声音 嗡嗡交谈 他竟然能听到 我与爷爷睁大双眼 对视了一眼 这么说 刚刚说他人不人 鬼不鬼 他也听到了 爷爷先反应过来 挤出笑容 说道 司机师傅 不好意思 同言无忌啊 小孩子可能抵抗力差 而且胆小 所以对你的车子可能有点不适应 才乱说的 您别在意啊 说话的时候 爷爷拿出了一包红双鞋双烟 递给了司机一根 然后自己也点了一根 这烟还是杨树林 为感谢我们爷孙救了他女儿相送的 足足送了一条 要不然 爷爷才不会买这么贵的烟 司机倒也爽快地接过了烟 然后啪哒地点了起来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 吐着烟雾说道 你们村里村长 镇里的领导啊 拜托了我 否则你们还真找不来车 乡镇里只有两部领车 这一部被你们借走 那么另一部的工作压力 那可就大了 我跟你们说啊 平常的车 没有人会接你们这段事 也只有我们才敢干这事 是是是是 爷爷陪着笑说道 他也知道 这司机说的都是真话 而且这一路上 还得仗扬着司机 所以爷爷很客气 我一个人开车到了安安 这属于长途了 强度很大的 司机挤眉弄眼地继续说道 哦明白 这爷你留在路上 走提提神 爷爷干脆把那包 刚开的红霜喜 全递给了司机 那就多谢了老爷子 司机也没有客气 微笑着接了过去 开车疲劳的时候 的确需要抽烟提神 结果烟后 司机也便拔开了话匣子 他转头看向我 我一见他的脸也吓了一跳 他看着我说道 小孩子的抵抗能力差 这还真的得多加件衣服的 老爷子 您刚才说那句话 也表明您对这行 还是懂一些的 所以我还是简单地 给你们提醒几点 您说您说 爷爷打起了精神 将香烟夹在右手 食子与宗子中间 聚精会神地看着 司机 银器对平常人 是有危害的没错 但是对于我们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 从另一方面也是好事 就像您说的 我身体里堆积的银器太重 银器也叫做死器 所以我看上去像个死人 而我们开邻车的 经常破的那种东西 也有了银器的保护 那些东西 以为我跟他们是同类 所以也都没注意到我们 更不会伤害我们 司机继续吐着烟雾说道 原来如此 爷爷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只知道银器对人不好 没想到竟然还能被人利用 是啊 从事这行的银器都做 特别是兵仪馆里的那些同事 还有医院太平间里的那些医生护士 也都是用银器保护着自己 不然后果那可真的是不堪设想 司机继续说道 您但是有大部分是从全门武术上看着 我他妈一个高材初中生 学习的是科学 要不是碰到死因这事 我根本就不相信有鬼 但是现在我的观念彻底被颠覆了 嗯 经常看到 但是大部分的都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嗯 其实大部分也是挺可怜的 司机吐得烟雀淡淡的说道 大部分都是那些死者 是人都不想死的嘛 但他们看到自己的躯体被运上连车 准备去烧掉的时候 各种争扎 那种哀嚎 各种无助 叫人看了那都心碎 有的是年纪轻轻就遇到了车祸 有的家里还有老 有小要养 放心不下的 有的则是被害死的 心里千万总不甘的 但是不敢如何挣扎 最后的结果都一样 那便是拒之于一副 小成骨灰了 司机继续说道 嗯 刚开始的时候嘛 我们也是各种困难 各种不忍心的看着他们 但是到后来见多了 也就那样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 该怎么样 还是什么样的 命力注定好的都是 我去他们难过 那也没用 因为我们帮不了他们 所以后来 我们都装作没看见 我只负责开我的车 爷爷沉默地点了点头 不仅他能理解 我也能明白 既然帮不了 那就装作没看见 不是不想帮 而是没有那个能力 如果明知不可为 而为之 那可能引起更糟糕的结果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 如果在车上看见了什么东西 都有装作没看见 知道吗 你们该睡觉 该睡觉 该干嘛 该干嘛 使而不见就行了 千万别装作 能看见他们的样子 司机告诫道 好的 我们知道了 我和爷爷同时点头答应 那司机看着我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果 递给我说道 这糖果是我们公司发的 因此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不假 但是如果过量了 身体也是会沉着不起的嘛 所以公司会有人 做一下这种糖果 但是这不是普通的糖果 这种糖果含在嘴里 不仅可以轻轻口气 还能提升 最关键还是能吸收掉音气 既然你们给我烟抽了 那么这些糖果 你们也拿去含在嘴里 小孩子抵抗能力差 你用得着的 我二还愣着干嘛 还不谢谢叔叔 爷爷喜出望外 对着呆呆的我说道 我立马反应过来 走过去接过了糖果 谢谢叔叔 我对着司机点头说道 爷爷也欢喜的看着我 一开始见司机的模样 琢磨叨被吓到 没想到他人还挺不错的 爷爷一直叫我 不要以貌取人 果然是有道理的 爷爷还告诫我说 要真诚待人 今日碰到这司机 果然给我上了一课 你怎么样对人家 人家就怎么样对你 爷爷送了他一包烟 他就投套 报李 送了我糖果 还告诫我们 这些注意的事项 我拨开一颗 逼给了爷爷 爷爷不吃 说他正抽的烟呢 我便一口含了进去 很甜 有薄荷和奶油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 司机抬起左手 看了一下手表 说道 及时到了 那咱们就出发吧 好的 管没管用 那这是另一回事了 至少我们都照办了 也图个安心嘛 这是上一任前辈告诉我的 司机乐呵呵的说道 而是这个道理 没错 爷爷也点了点头 颇为赞同的说法 就好似 这次送三位道爷回去 能不能找到他们家人 是另一回事 至少我们有去做了 有去努力了 图个安心 车子启动 发出轰隆隆的响声 车门合上 村长和乡亲们 朝着我们的方向 遭受告别 我和爷爷 要朝着他们 挥手告别 车子缓慢 向前前进 而我的心里 却有一种莫名的感伤 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不经意的少向 村部办公室时 一道曼妙的身影 正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我们 杨精一单手 抓着窗户的铁栏杆 右手朝着我们猛烈的挥手 她的双脚还不能动 所以没能出来送我们 而是在窗户向我们挥手送行 直到车子远离了村庄 乡亲们还有杨精一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我们踩手后车 收回我们的视力 转头看向前方 车子里真的很冷 我赶紧掏出一件外套披上 这还是学校发的校服 裹紧校服 我才稍稍感觉好些 靠在爷爷的怀里 不知不觉间 就睡着了 一路颠簸 也没能好好的睡觉 反正就是迷迷糊糊 睡睡醒醒 也不知道是啥时候 身上就盖上了爷爷的那件军大衣 我双眼睁开一条缝 发现爷爷也闭影休息 而且车窗外的光景也暗了下来 应该是快晚上了 扫了一眼四周 应该是出山了 到达了城里了 这是只是哪个地方 这就不知道了 长这么大 就没有出过我们乡里 最多就是去镇上读初宗 索性闭上了盐 继续睡觉 只是不知道睡了多久 被颠簸醒了 我再次震在一条缝 突然看见一张美女的脸 她正正愣愣的看 我睡得有点迷糊 脑子有点不清醒 但是我还是记得 车子里只有我跟爷爷 还有司机一共三个人 哪来的美女 我吓了一跳 因为美女 正抱着我 我睡之前 是躺在爷爷的怀里 怎么这时 躺在女人的怀里了 我大叫一声 鬼啊 猛然坐了起来 却被她紧紧的抱住 打死 不发手 欢迎收听 由有声的夏天 演播的毛山道士 第十五章 鬼啊 我拼命挣扎 歇斯提里的呐喊 但是却死活挣脱不开 被活活地抱住 王二 你怎么了 王二 你镇定点 我是你爷爷呀 抱住我的那个人 大声地喝死道 声音盖过了我的呐喊声 我一听声音是爷爷 猛然转头 发现抱住我的 正是爷爷 我猛然向四周望去 整辆兵移车 空空如也 除了爷爷和我 还有就是司机 司机正从后视镜 看着我们 他微微地笑道 你这孙子啊 估计做做噩梦了 小孩子你看能力争产 八神是吸入的 音气过量 快点含一颗糖 吸吸音气吧 没事的啊 他妈的 竟然是噩梦 吓死老子了 我用袖子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爷爷也拿出手帕 帮我擦了一番 我一屁股坐下 大口大口地喘息 爷爷递过一锅 糖果给我 我赶紧喊住 整个人 才稍稍地 安静下来 也许 是我想多了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估计是听了 他们说 邻车 阴气的事 还说 经常看见那种东西 所以 心里才害怕 才会做这样的噩梦 可是 这个梦 却是如此的真实 哇 你可能太累了 这一阵子 你都心神不宁 睡眠也不好 是不是 之前受到的惊吓 还没好 爷爷 关切地问道 我抬头 看着爷爷 或许 是我胡思乱想 爷爷 这么和蔼可亲 怎么会是撒人犯 我真想抽自己 一二八道 不仅冤枉了爷爷 害得自己 严重睡眠不足 精神恍惚 此刻做噩梦 多半就是 两个星期半夜 起来跟踪爷爷 都没睡好的缘故 没事 我好很多了 我感觉 有些内疚 我抬头 问一下爷爷 爷爷 我们这是到哪了 我们 走了多久 这好像是 到了福建 境内吧 我也不知道啊 爷爷 看着窗外 说道 他也不确定 对的 我们就是 到达了福建 境内 司机 看着后视 镜里说道 我们走了 十个小时 还有七个小时 就到泉州 南安了 司机师傅 要不我们 找个地方 停下来 休息一下 吃下饭吧 你看 你也累了 我们也想 上厕所 话说的同时 使爷爷 又拿出了 一包红霜洗 递给了司机 好的 谢谢啊 够意思 司机 微笑的 接了过去 开车 还需要抽烟的 白天 那包已经 抽完了 一会下车 我也去买一包条 不用不用 我包里 还有 你抽完了 找我拿 就是了 爷爷 笑着说道 哎呀 那 怎么能 老是抽 您的呢 哎呦 那都不好意思啊 司机小伙 笑笑的说道 呃 前面有个加油站 嗯 那我们就到那里 休息一下吧 车子刚好 也需要加油了 哦 好的 您安排就是 十分钟之后 我们在加油站 下了车 刚一下车 我就精神一正 车外的空气 非常好 至少 没有那种 无形的压力 我也才敢 大口的呼吸 整个人 顿时 觉得很轻松 忘了一远 往不远处 正在加油的临车 我心里又对他 加深了一分恐惧 昨时太可怕了 这车里车外的差异 竟然能够感觉到 如此明显 在加油站 吃完饭后 我们在外面坐了一会儿 之后便又回到了 临车之上 临车开到一边的停车位上 司机说 他要命一回 大概有两个小时 这我们也可以理解 开了十个小时的车 中间没有停 肯定要好好地休息一番 从我们那边到南安 开车要十七个小时 而且还是马不停蹄 如果是走高速 可能要快很多 但是高速收费很贵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走国道 这路程在我们现代人里 看起来并不算什么 可是在一百来年前 脚童基本靠靠走的年代 这些脚程 都是靠着双脚走的 没有几个月是走不完的 爷爷和司机都闭眼休息了 但是我却不敢合上眼睛 可能是白天睡得太多了 但最主要的是做了那个噩梦 我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 我觉得整个气氛有些不对 至于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自个儿也说不上来 反正我就是不敢合眼 紧紧地靠着爷爷 身上盖着厚厚的纯棉花 君大衣 眼睛则是戒备着少似的车里 按摩摩的车里 你一个人睁着眼睛打亮着四周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但是恐惧是源于无知 只要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那便不会再害怕 所以我睁大的眼睛看向四周 心里想 你要是我一闭上眼 然后不禁一睛睁开 突然发现有一张脸就在我的眼前 紧得快靠近了我的脸 那我不得活活吓死 所以索性我就不必眼了 我就这样睁着眼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 司机醒了 啪啪一声点了根烟 狠狠地吸了几口之后 便转头对我们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咱也继续出发吧 现在大概是夜里十二点多 晚上到凌晨 这段时间车子应该会很少 速度会快些 大概我们找人清晨就会到了南安了啊 好的 司机师傅 您辛苦了 爷爷开口说道 总要有人回答司机的 不然没有礼貌 所以只能是爷爷开口了 车子继续前进 果然如司机所说 一路上的车子很少 有路灯的路段也很少 好长的一段路 外面都是黑漆漆的 我不敢看向窗外 要是看见什么不乖看的东西 那还不得活活吓死 我发现我的胆子越来越小 索性把整张脸靠在了爷爷怀里 不知不觉间 我又睡着了 或许是太累了 又或许是连靠在爷爷的怀里 安全感十足 清晨的时候 被爷爷脚醒 说到南安市区了 我揉了揉眼睛 看向车窗外 天刚蒙蒙亮 街道上整整齐齐 却没有多少行人 不远处一个巨大的圆盘 圆盘里 这是一座巨大的雕像 雕像的底座 刻着民族英雄正成功 果然到了南安 至少我记得历史 民族英雄邓成功是南安人 我转过头问向爷爷 那现在该怎么找吗 我看着摆放在最后的三位道野 至少是放回了故乡 但是要找到他们的后人 这可就难了 我和爷爷下车 市区里的人还是很少的 因为才早上六点 偶尔有些车辆经过 但是都不能停留的 我们得问过路人才行 不远处有一个早点摊子 我和爷爷朝着那个早点摊子走了过去 姑娘来三根油条 三个包子 再来三杯豆浆 爷爷掏出钱袋说道 您拿好 总共是九块钱 卖早餐的阿姨递过早点说道 我靠 城里的东西可真贵呀 我在学校一餐饭也才一块钱 这里早餐一个人要三块钱 爷爷拿了十块钱递过去 姑娘请问一下 您知道毛家庄怎么走吗 毛家庄 没听说过 姑娘摇了摇头 早给爷爷一块钱之后 说道 是哪个镇子的 不知道 没说呀 我们是来寻亲的 地址只写了 泉州南安的毛家庄 爷爷摇了摇头 苦笑道 那就不知道了 至少你们得问 其实哪个乡镇的嘛 不然根本不好找 你们有电话吗 姑娘继续问道 没有 算了 我们再问问其他人吧 谢谢您了 姑娘 我和爷爷回到了林车上 与司机吃过早餐之后 讨论着 大爷 我建议您到派出所问问 派出所的电脑里会有记录 一个路边的大爷 边吃的豆浆 边说道 有道理 一会吃完饭 我们就去派出所问问吧 爷爷连连点头 到达派出所 到达派出所的时候 大概是八点 刚刚上班 保安室的大爷拦住了我们 问我们找谁 爷爷说 我们想找一个叫毛家庄的地方 问老大爷知不知道 他直摇头 说没听说过 也问了我们是哪个乡镇的 爷爷说 这就不知道了 才来到派出所 查一下 看看毛家庄 是哪个乡镇 老大爷倒是挺热心的 还特地的到户籍室 帮我们查 但是户籍室的在民警 全户籍系统里 输入的毛家庄 这三个字 这显示没有结果 也就是说 南市里 现在是没有毛家庄 这个地名的 然后按照爷爷的要求 输入了毛字 查一查南安毛姓的住户 查到了一些 但是很分散 根本就不集中 有的村一户 有的两户 根本就没有达到庄的规模 整个南安市里姓毛的人家 也就百来户 好多还都是外地的 户籍民警说 这样查会比较困难 准确度也低 问我们是不是弄错地址了 我爷爷说地址没错 也不可能错 因为地址是三位道爷留下来的 肯定错不了 关键这是一百年前的地址 到现在肯定会有些出入 毛家庄可能是以前的一个村 也可能是一个村里的某个地名 爷爷突然想起 说道 他们家是驱魔士家 应该是时代代做道士的 你们慢慢看 在百来户里的毛户里 有没有是做道士的 办案的民警也很热心 在户籍栏直接地 又输入了道士两个字 显然没有查到 他微笑地说道 这个户籍制度 是新中国建国的时候建立起来的 以前破四旧 道士是要被批斗的 所以在户籍栏里 一般不会写道士二字 我们连连点头 是这样的 破四旧那时 到处做道士批斗 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哪里还有人敢在户籍本上 写自己的职业是道士 大家要么写工人 要么写农民 是老师的写老师 肯定不会有人写道士的 警察同志 您能把这上百户毛信人家的地址给我吗 我挨家挨户的去寻找 爷爷苦着脸请求道 警察同志摇摇头说道 大爷不好意思啊 按照规定 我们是不能够这么做的 其实刚才帮你查询 这些必须是向领导领请示才行 我刚刚已经破例了 能帮到的也只有这些 请您还是去别的地方 问问吧 欢迎收听 由有声的夏千演播的毛山道士 第十六章 谢谢 爷爷知道他们尽力了 便带着我转身过去 只是一转身 往前两步 一个女人朝着派出手的大门而来 我定睛一看 当看见对方的面容之时 我猛然的吓了一跳 背后一梁 仿佛整个人触电了一把 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鬼啊 我再次吓得呐喊了出来 整个派出所的大厅 都充斥着我的笑喊声 是谁在大喊大叫的 一时间 充斥五六个民警 包括那个户籍民警 还有刚才看门的老大爷 也冲了进来 他们瞪大的双眼看着我 我瞪大双眼 直勾勾地看着那个大门 我的心扑噔扑噔地跳着 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难道这些民警都没看见 门口有个女人吗 我看穿他们的视线 全在我的身上 那个女人就在他们边上 他们好像看不见似的 我抬起头 看着爷爷 惊恐地问道 爷爷 你看到了吗 什么 爷爷瞪大双眼看着我 惊恐地问道 娃儿 您看到什么了 如此大喉大叫 你是不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我的整个身子一无 所有人 包括爷爷都没有看到 门口站着的那个女人 而那个女神 正瞪大双眼 愣愣地看着我 而这个女人 正是我在灵车上 做噩梦 梦到的那个女人 这才是我惊呼出来的原因 爷爷 我一下子哭了出来 紧紧地抱着我爷爷 把脸埋进了爷爷的衣服里 大声哭喊 那些民警已经围了过来 怎么回事 是谁家的孩子在这里大喊大叫的 有个胖子警官 有些生气的呵斥道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爷爷连忙向他们道歉 我们办完事情了 马上就走 给各位添麻烦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爷爷抱着我 往门口的方向走去 我他妈哪里还敢睁眼 都吓死我了 我也不知道我是做了什么念 为什么大家都看不见 只有我能看见 只是到门口的时候 那个女人竟开口说话了 小朋友 你能看见我 我求求你帮帮我 不要害怕 我是不会恨你的 我紧紧地抱着爷爷 吓都吓死了 哪里能听得进去 我把头埋进爷爷的怀里 整个人都在打算 如同风中的风筝一般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我真的不会害你的 你就帮帮我吧 我要报案 但是他们看不见我 你能看得见我 我帮 帮我报个案 好吗 那个女鬼 依然在我爷爷的身边 对我继续说道 小弟弟 我的人 我的坟被人挖了 那人挖了我的尸骨 要卖给别人 做冥婚用 我一直跟着这个人 但是我没有办法 所有人都看不见我 我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只好碰上你可以看见我 说话 也能听得见我 你一定要帮帮我 那 那个坏人 此刻就在冰北车站那里 你赶紧帮我报案 不然 他就跑了 快 真的吗 我害怕归害怕 如果 他说的像真的 这个女人 好可怜 司机也说了 好多这种东西 都好可怜的 他帮不了 就会视而不见 但是 只要这个忙 帮他报了 我 还是会做到的 真的 小弟弟 求你了 我给你跪下了 女鬼 女鬼哭诉的说的 我猛然睁眼 低头一看 果然 女鬼跪在了我脚下 我吓了一跳 港蛮出声道 爷爷 等一下 我要报案 娃儿 你怎么了 你报个锤子案 爷爷 还摸了我两下额头 没发烧啊 娃儿 你别吓我 是不是 吓出病来了 脑子坏了 爷爷 你跟我去报案吧 我没病 这种事 以后跟你说 快点 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擦掉了眼泪 拉着爷爷的手 转身 朝着派出所 走了进去 那个女鬼 爬了起来 也跟了 到了 刚才 那护肌科的那位 银警旁边 我开口说道 怎么又是你们 银警 皱眉说道 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这属于机密 我们有规定的 不能跟你们这些信息 刚才那孩子 大吵大闹了 都差点惊动了 领导 你们还是快走吧 不是啊 银警叔叔 我要报案 我开口说道 冰北车站 有人带着一堆尸骨 不知道从哪里 挖来的 你们赶紧去抓他 说不定他杀人了呢 娃尔 你胡扯什么 爷爷赫然 止住了我 大声的问道 爷爷 我看见了 哎呀 晚点跟您解释 我转头 跟民警说道 警察叔叔快点 不然他就乘车跑了 小朋友 这种事可不能开玩笑的啊 你要是报假案的话 我们可要抓你 警察一脸严肃的说道 我转头 看向边上的女人 女人连连点头 我也对着警察 点点头 说道 警察叔叔 我都十三岁了 读初中 怎么会乱说话 警察也意识到了 我没有说假话 便站了起来 那你们跟我来 我带你们到行政科的同事那边 这个案子 是归他们管 副驾驶和驾驶座上 有着两名警察 我和爷爷 则是坐到了后排 当然了 那个女鬼 就坐在我的旁边 我紧紧挨着爷爷 与那个女鬼的中间 起码隔着一个座位 警车到达滨北车站 下车后 警察问道 小朋友 是哪个人 我们 去捉他 好 我点了点头 带着他们 往后车厅而去 女鬼 在我前面 我拉着爷爷 两个警察 正跟在后面 到了后车厅 女鬼扫了一眼 一眼就认出了 那个农民 装扮得棕年燃燃 朝着他 奔跑了过去 我们也追了上去 那个人 惊吓地看着我们 一见到警察 便将一口白布 挂在肩上 准备逃跑 但是 他哪里 是警察的对手 两名警察 冲了上去 三下无处二 两下就给 摁在了地上 后车厅里 上百人 都站了起来 看着这一幕 就是他 女鬼指着 被控制的 那个男人 而后又指了指 那个白布袋 说道 底面 就是我的尸骨 嗯 就是那个布袋 我指着 那个布袋 对警察说道 咔嚓一声 那中年人的手脚 都给靠上了 就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其中 一个警察 站了起来 走到白布袋的旁边 解开绳子之后 一颗骷髅头 露了出来 哗 整个后车厅 一下子沸腾了 众人一片议论 带走 警察又重新系上了绳子 将袋子递给了爷爷 他们两个人 将那个中年人 也抬了起来 往外面的警侧而去 十五分钟后 我们回到了警察局 那个中年人 被抓进去了审问 而我和爷爷 也要做笔录 我也纳闷 我做了一件好事 也要被审问 最关键的 我不知道 该怎么说呀 难道要说 是鬼告诉了我 有人挖了他的尸骨 然后 让我帮他报案的吗 我要是这样说 鬼信啊 鬼还真的可能信 我也没有骗鬼 更没有骗人 但是 警察肯定是不会信的 最关键的是 我受过高的教育 我不能说谎的 不是 但是 我很清楚 今天要是不说谎 肯定是出不了局子了 啊 那个 警察叔叔 我和我爷爷 是来 你们是找亲戚的 但是 路过你们 那个圆盘子的 雕像的时候 就是那个 郑成功 雕像的时候 正好 这个人 踢着那个布袋呀 在圆盘上休息 然后 他解开那个袋子 看了一眼 那个死人头 就不小心 被我看到了 我犹豫了好久 不知道 要不要报警 但是 最后想了想 还是报警了 我怕 要是我不报警 那骨头的主人 就要找我麻烦了 锁完之后 我用余光 写了一眼 那个女鬼 女鬼就在我的边上 正微笑地看着我 嗯 记录下来了 谢谢你啊 小朋友 多谢你的报案 才破了这起案件 嗯 你是个好孩子 警察叔叔 对着我笑道 嗯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我爷爷呢 我问道 他在隔壁 我的同事 在路口供呢 警察叔叔说道 哎呀 我爷爷啊 对这件事情 其实一无所知啊 就我看见了 我是在下车 叙叙的时候 看见的 我补充道 我爷爷 其实还蒙在鼓里呢 啊 好的 我记下了 行 我带你去见你爷爷吧 我跟着警察叔叔 出了门 那个女鬼 竟然也跟着 他女鬼 在我身边 对我说道 小弟弟 谢谢你 我强行 对他挤出了微笑 美感之声 这一声 警察见我自言自语 还以为 我是神经病呢 欢迎收听 由有声的夏天 引播的 毛山道士 第十七章 到了大厅 爷爷也出来了 另外一位警察 也等在那边 怎么样 那个嫌疑犯 糟了吗 给我录口供的警察 向他的同事问道 什么都糟了 这小子还算坦白 都还没问 全糟了 那警察说道 哎 封建迷信 害死人了 这人挖这副骨头 是去给另一家大户 结明婚用的 听说 那是大户的儿子 还没结婚就死了 所以就有人 给那家的男主人 提了这么个建议 说没结婚就死的儿子 在下面孤苦伶仃 会有怨言 还可能回家来闹 所以就找一副 女人的尸骨 来给他结明婚 这样他儿子 在地下也就安静了 小点声说 咱们闽南人 好像都挺好这些的 举头三尺 有神明 还是少说点好 我身边的警察叔叔说道 得了 首长的意思 是让自贤一方领路 把这具尸骨 带回到坟边去 重新买下来 那警察为难的说道 我怎么就贪账这事了 那你就按领导的意思做呗 不是啊 哥啊 我真有怕 怕这些东西 那名警察指着放在角落的那白布袋说道 我胆子小 而且这东西 我感觉挺忌惠的 处理好了再说吧 万一除了不好 这要是出事 万一那个冤魂 你来找我呢 你别自己吓自己了 要不然 你下所里申请资金 给放在殡影馆 骚存骨灰 然后拿骨灰接下证 给我做笔录的警察说道 嗯 这倒是个好办法 那个警察一下子乐了 别 别烧他们的尸骨 小弟弟 你快去阻止他们 身边的那个女鬼 惊吓地对我说道 叔叔 别烧了 这都已经成了尸骨 看来也有些年纪了 已经入土为安了 你现在给他买回去 什么事都没有 要是烧热 那他会真的出事了 我急忠深志地说道 这 小朋友 你可别瞎说 那警察也吓了一跳 我没瞎说 如果你不买这只尸骨的话 我就让一位爷爷帮你们吧 我说完 扫了一眼旁边的爷爷 两位警官 我在乡里也帮人家捡骨的 这忙我能帮得上 爷爷也没有推妥 哦 那太好了 谢谢您 老爷子 您放心 车子全程接送 就是昂赞着尸骨的时候 您就来动手吧 那警察拍着自己的胸脯说道 这事完了以后 我请您和您孙子 吃大馋 等事情办完了再说吧 这也没耽搁 警官家的警车押送着那名嫌犯带路 我和爷爷随车 当然了 那个女鬼也在我们的身边 不过她的脸有些可怕 她正死死的瞪着那个中年男子 我也能理解她 这入土为安了 还被人挖坟 要去签明昏 她能不生气吗 换了我 我也会生气的 警车出了南安市区 竟然是沿着我们来时的方向 反方向前进 我的心里猛打鼓 我们把林车司机留在了圆盘附近 按照嫌犯的指路 一压的 出自车子足足开了七个小时 到了目的地一下车 我他妈差点晕倒 这不就是我做的噩梦 梦见那女鬼的地方吗 我转头 看向着女鬼 猛然一阵 呀的 该不会是那个梦 而是这女鬼 早又盯上我了吧 女鬼看着我疑惑的眼神 似乎猜到了我的心事 他抱歉的说道 小弟弟 是的 那不是梦 当你们林车经过这里的时候 我就上了你们的车 我是搭林车去南安市区 我当时就想请你帮忙去报警了 但是一上你的身 你就被吓醒了 所以我便作罢 我听着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 原来这女鬼早就算计我了 我愣愣地看着她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打探 一般的车 我们是不敢上的 因为阳气太重 对我们也有伤害 所以只能上你们的林车 还有 我发现你能看见我们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或许您就是天生的阴阳野吧 女鬼继续说道 我拼命地摇了摇头 我哪有什么阴阳野 要是有的话 小时候尾毛没看见 见这女鬼那是第一次 到了南安之后 我便上了司机的身 见司机的嘴 说你们去菜书厨 所以我要报案 女鬼继续说道 我他妈差点吓死了 这鸭的居然神不知 鬼不觉上了司机的身 原来告诉我们去派出所 查弟子并不是司机的意思 而是这女鬼的意思 我的脚被一凉 脊柱骨仿佛被电击了一帮 傻傻地站在那 都不敢动了 我紧紧地跟在爷爷的身边 尽量远离这个女鬼 在嫌犯的带领之下 我们沿着一条石子路 蜿蜒往上 走了大概二十多分钟 在一处水稻田的岸壁上 找到了 整个棺材已经成了棺材板 那还有什么果实布 还有尸体呢 偶尔还能闻到淡淡的苦臭味 爷爷特地让警察买了口大水缸 他在上车之前 就把女鬼的尸骨放入水缸之内 然后用一个土封盖盖盖上了 周围粘上了糯米 彻底疯死 草草进行了现场的整理 已将几块光彩板和那果实布弄到了一边 最后一把火烧了 两名警察在爷爷的指导下 将大水缸慢慢地放入坑木 而后用铁锹盖上了土 直到变成一个人追追的小土丘才罢手 两个警察满头大汗 爷爷则是四处寻找 前后左右都走了 甚至水田里也仔细寻找了一番 他疑惑道 墓碑呢 喂 你挖木的时候有没有墓碑 爷爷陪警察走到了贤一番身边 然后问道 闲发在这里之后 又被手铐铐住了 趴在那一动不能动 这是个五祖坟 慌慌 连个墓碑也没有 如果有墓碑 有没有新的祖坟 我也不会挖了 要不知道这坟后人还不得杀了我 那个中年男人 来历 爷爷皱眉 看着中年神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这附近有好多无助之分 以前天村里的老人说过 这边占了好多下乡的知青 有好多未结婚的女之亲的 所以我就按照客户的要求 找到了这里 随便挖了一位 宗连人继续说道 你缺德吧 你等着遭报应吧 爷爷愤怒的说道 既然无名无姓 那也没办法立碑了 两位警察同志 咱们再把门几块石头压压坟 别一刮鱼 就把这新翻的图给冲没了 爷爷考虑了一下 便建议道 好的老爷子 我则是看着那个女鬼 小声的嘀咕道 你叫什么名字 六阳 女人只是轻轻的说道 你在跟谁说话 那个宗连人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 整个人都在大趟 趴在地上拼命的挣扎 他害怕和恐惧的眼睛四处张望 想要逃 想要跑 但是 奈何手脚都被扣住了 我在和这坟里的这位说话 我对这个盗墓贼 没有任何的好看 既然 他心虚害怕 我干脆就告诉了他 吓吓他 啊 鬼啊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我错了 我知错了 别杀我 那个中年人哀嚎了起来 眼泪鼻涕都出来了 我才懒得理他 而是在旁边捡了个石板 而后 拿着另外一块小石头 在那个石板上 刻着柳阳之木四个字 对于我这高材初中生 这四个字还是难不倒我的 我把写好的小墓碑 悄悄地擦在坟丘上 没让爷爷他们发现 娃儿 这人哀嚎什么呢 爷爷跟警察搬着石头回来 看到盗墓贼在哭 便问我 我不知道 估计是做贼心虚吧 在坟里的镇主走来 应该是向他报仇了 我随口戏剧性地说道 活该 爷爷赔了一口 说道 你这种人最该死啊 人家都成了荒粉 孤苦伶仃 你既然还挖人家的尸骨 你真的死一万次都不够 好在 柳阳只是静静地 在旁边看着 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 在爷爷和两名警察 将坟丘加过完了后 他才弯腰 朝着爷爷三人行李 虽然 爷爷他们看不到 柳阳也朝着我 弯腰行李 我很想拒绝 但是又不敢出声 也不敢罢手 因为爷爷他们就在边上 柳阳对我说道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小弟弟 你们是好人 好人一生平安啊 娃儿 我们 走了 爷爷向我遭手道 哦 我和柳阳点头告别 而后准备转身 柳阳却开口喊住了我 小弟弟 我好像听你们说 在找什么毛家庄 是不是 柳阳突然问道 我猛然点点头 难道柳阳知道这个地方吗 我没开口问 而是瞳大双眼 清晰地看着柳阳 我不知道 但是 泉州府南安郡 应该是很古老的地名 即便在民国 也是叫南安县 郡的话 应该属于清末 那时候的南安 包括现在的鹿岛市 和同安区 以前同安区 为南安郡的同安县 我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 要去这个地方 会不会在同安 你们既然在南安找不到 可以去同安试试 柳阳解释道 我他妈恍然大悟了 是了 没错 历史有介绍过 同安原来属于南安的 后来规划了给了鹿岛 那个毛家庄 还真的可能 在鹿岛的市区 同安去 我朝着女鬼 点点头 告别 一一泄道 而后 朝着爷爷 走了过去 两名警察 压着嫌疑犯 走在前面 爷爷 拉着我 在后面走着 临走时 我还回头 看了看柳阳 他 这使劲的曹我挥手 告别 欢迎收听 由有声的夏天 演播的 毛山道士 第十八章 我们下了山 两名警官将那盗墓贼 先押上警车 我们在后面跟上 车子启动 往南安的方向而去 总算是完成了这件事 众人心里的石头 总算是落地了 老爷子 小朋友 一会回去 我们先去冲一冲 然后 晚上请你们吃海鲜大餐怎么样 答应请我们吃饭的那位警官 转头对我们说道 不用客气 警民合作是应该的 晚上我们去自己住的地方吃就行 两位警官在等成功雕像前 把我们放下就可以了 爷爷推辞道 那怎么行 我答应过要请你们吃饭的 就一定要行 你们也别客气了 再说我们是本地人 也敬一下地主之仪嘛 警官再次盛情难确地邀请道 哎呀 真的不用 警官 我们还有朋友在那边等着我们呢 爷爷记起了司机 这样把人家丢在路边 一句也没有交代 司机应该有手机 但是我们却没有他的手机号码 要不然到时可以接警官的手机给他打一个 你 你 警察突然脸色大变 还伸手指向了爷爷 我和爷爷脸色都大变 这警官怎么回事 难道是因为爷爷一再拒绝 而不爽吗 警察说说 我爷爷不是有意拒绝您的 确实有朋友在室里等我们 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没跟他说一声 怕他担心 我赶紧解释道 不不不 我不是说你们 而是说你后面那个嫌疑犯 你们看 警官嘴角抖动的说道 原来他指的不是爷爷 而是爷爷后面的车厢牢笼 我们猛然转头 一转头吓了一跳 那嫌疑犯正双手握着我们后面车船栏杆 只见他的脸都黑了 口吐白沫 双眼里竟陷出了鲜血 两眼直翻白 整个人一直在操措 停车 爷爷喊了一声 咯哒一声 警车急刹车 我们四人骑骑下车 这警车就跟工具车是一样的 好像是皮卡改装的 前面是驾驶座和副驾驶座 我和爷爷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 后面的车厢则是改成了牢笼 在牢笼与我们座位之间留着一个窗口 以便警察可以时不时观察牢笼里最放的一举一动 窗口上有八根铁栏杆 这是为了安全起见 怕嫌疑犯偷袭警察 而此刻的盗墓贼 双手死死的抓住栏杆 走腕间的手铐 随着身躯的颤抖 发出嗡嗡的响声 起来 别他妈装神弄鬼 警察打开牢笼的铁门之后 对着盗墓贼喝道 我们四人都上了牢笼 原来盗墓贼就跟发了阳巅疯一样 整个人一直抽出口吐白沫 额头上的青筋条条凸显了出来 两只眼睛死死的看着我 我他妈吓了一跳 那眼睛正薄薄的冒着鲜血 我吓得赶紧抱住了爷爷 对于这突发的情况 警察也措手不及 不知道该怎么办 爷爷则是瞪大了双眼 在整个牢笼的四周打梁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把铜钱剑已经握在了他的手里 他拿着铜钱剑 朝着正在四处抽搐的盗墓贼 爬的打了过去 瞬间盗墓贼停止了抖动 整个人如同难离一般 仰天躺在牢笼里 两只血淋淋的眼睛正看着我 鬼 鬼 你有鬼啊 他用着虚弱不堪的声音说道 声音虽然微小 但是我们四个人能然够听得清清楚楚 说完之后 他的头一偏断气了 爷爷吓了一跳 猛然又双手探了他的鼻息 对着警察摇了摇头 死了 警察不敢相信的访问道 爷爷点了点头 说道 恶有恶报 时机一到 警察觉得有点胜得慌 他们面面相劝 而后定睛地看着爷爷 征询爷爷的意见 而我则是转头看向了四周 我在四处寻找柳羊 如果真的有鬼的话 那肯定是柳羊干的 可是四周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一个鬼影 更别说柳羊了 我幻想山上那条山路 相距二十多分钟的路程 柳羊应该还在山上 难道这嫌疑犯 是因为惊吓过度而暴毙的吗 先回警察局再说 这车衔里又探头 让法医去鉴定一下吧 我们先走 说话的同时 两个警察都看向了车内的探头 警察也上前探了一下嫌犯的鼻息 还有脉搏跟心跳 反复确认之后 确认嫌犯已经死了 他们便把后面车厢的牢笼 门给锁上了 然后上车 车子朝着南安市区 急迟而去 到了派出所之后 已经是晚上的八点整 通知警察局里面的法医 检验过尸体之后 死亡原因出来了 他们便把后面车厢的牢笼 车厢牢笼内的视频 记录下了整个过程 从死者并发到警车打开车厢的全过程 爷爷拿着铜钱剑拍打盗墓贼的视频 却成了麻烦 还要把铜钱剑送给政务科 去检验去检验 最后政务科和法医同时排除了爷爷的嫌疑 因为那铜钱剑 因为那铜钱剑根本就不是利器 而是法器 死者身上也没有致命伤 还有两个警察可以证明爷爷的清白 一番折腾已经是晚上的12点多 那两位警察连连表示歉意 最后我们四个人吃了一碗牛肉面填饱了肚子 警察送我们回到圆盘的时候 冰仪车还停在那里 我也顺便给冰仪车的司机带了碗牛肉面填填肚子 司机先是一通抱怨 抱怨说有事也不跟他一个人说一下 害他一个人在这里瞎等了一天 最后还是两名警察的解释 说出了状况 耽误了时间 司机才就此作罢 警察为了表示惬意 送给了爷爷一条本地的烟 红色的七体狼 在爷爷走了之后 爷爷分了五包给司机 司机才没有抱怨 他说这一包烟就要15块钱 警察爷爷还真的是觉得他们上来很心啊 我扫了一点司机 折压的一脸的兴奋 显然还不知道自己被鬼附过身 他拆开一包烟迫不及待的抽了一出来 给了爷爷一根 而后自己也点上了一根抽了起来 晚上我们就在车上里睡一觉吧 不好意思啊 司机师傅 我爷爷笑着说道 没事啊 反正车上已经睡习惯了 而且拿了你这么多包烟 那还好意思啊 要求你们去做兵馆呢 您说是吧 司机也还靠谱 没那么贪心 我则是戒备的看着四周 呀的 盗墓贼还有可能是柳阳杀的 这女鬼看上去是那么落不禁风 还以为是好鬼 怎么就下了这么独手呢 盗墓贼是可恶不假 但是也罪不至死 何况我们还帮他把尸骨埋了回去 反正从始至终 我都觉得柳阳是一个弱女鬼 我真的很难想象那个盗墓贼是他所杀 但是除了他我想不到凶手会是谁 我突然一想越想越觉得柳阳不是杀手 我怀疑过那盗墓贼真的是被活活吓死的 因为如果凶手是柳阳的话 柳阳在盗墓贼要挖他尸骨的时候 就可能动手杀了他 何必绕这么大一圈子还求我报案 他根本就无能为力去阻止盗墓贼挖他的尸骨 何况说去杀他 他只能跟踪最后求救于我 我帮他报案才破了这个案子 所以我排除了是柳阳杀人的可能 盗墓贼应该是被吓死的 或许是看见我跟他看不见柳阳的对话 而活活吓死的 一想到这我内疚而又自责 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的罪过就大了 我一阵阵的内疚 加上林车内的阴森森暗摸摸的 现在都已经快一点了 车上都没有什么人 而且为了这个环保 是那好多路灯都给熄灭了 只有不远处的几盏黄路灯 投来丝丝的黄光 给本来就阴森无比的林车 镀上了一层诡异的光芒 老爷子 今天有查到什么线索吗 司机吐着白烟说道 爷爷也狠狠的抽了一口 然后摇了摇头说道 啊 南安市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地名 我孙子说以前的南安郡 包含现在的鹿岛市 同安去 或许这个毛家庄在同安区也说不定 明天我们去一趟同安问问 反正同安离南安也很近 大概也就一个小时的路程 说完之后 司机和爷爷都看了我一眼 司机微微的笑 说道 好 一向听您安排 但是千万别像今天这样 把我一个人在这 一人就是一整天的 要不是你那五包烟 我早走人了 我还得看着这三位爷儿 一步都不能离开 真怕被人偷走了 害得我一天都没吃饭 熟着这三位爷 不 不会了啊 真的不好意思啊 爷爷陪着笑说道 欢迎收听由有声的夏天 演播的毛山道士第十九章 一个晚上我都在担心受怕中度过 睡眠也很不好 虽然临车是停着的 没有颠簸 但是整个车内的气氛我就受不了 何况一个晚上呢 好像有好多蚊子在咬我 南安这地方怎么有这么多蚊子 可是我没有听到蚊子的嗡嗡声 再想着也不对 车窗都是关着的 蚊子怎么飞得进去 更何况车内阴气那么重 人呆着都受不了 这蚊子怎么可能进来 只怕刚一飞进车里 就被重重的阴气压趴在地上 飞都飞不起来 我怀疑不是蚊子咬的 应该是过敏了 长期待在这种车里 饱受阴气的侵袭 不过敏才怪 我挠了一个晚上 越挠越痒 被挠过的地方都肿了起来 非常难受 而我又不敢太大的动作 因为我睡在爷爷的怀里 只怕动静太大会吵醒爷爷 所以我咬着牙一直忍着 一个晚上几乎都没有合眼 娃儿 你这是怎么了 我的天哪 青层的时候 好不容易才眯上眼 却又被爷爷给咬醒了 我没有睁眼 只是随口说道 一个晚上都在痒 我以为是蚊子咬的 但后来觉得应该是过敏了 所以就一直抓 爷爷你别吵 让我再睡会 走 去医院看看 爷爷不由分说地说道 我猛然张开双眼 这还用得着去到医院吗 我睁开双眼 只是扫了一眼 就把自己吓了一大跳 两只手臂和两只腿 已经浮肿了 而且已经成了紫红色 好似水肿的一般 爷爷按了一下我的手臂 我的肉瞬间凹陷了进去 一会儿又恢复了过来 爷爷爷 又痒又疼的 我这是咋了 我嘶嘶地倒吸冷气 都快吓哭了 怎么会这样 司机开着车子沿着路标上的标示 往南安市区医院而去 南安市区不大 毕竟是县级市 所以医院也好早 片刻之后 我们便进了医院 挂的是皮肤科的急诊 嗯 可是那老大夫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是怎么回事 然后先给我掉了两瓶水 说是消炎的 让我挂水 只是才挂了半个小时 我整个人都快炸了 是脏 脏的都快炸了 本来就是水肿 此刻又挂水 而且一挂水 全身更疼更痒了 我实在神受不了了 自己拔掉了书叶身 爷爷便蹲在我的身边 仔细看着我的手臂 而后从他的药箱内摸出了一把糯米 他临重地说道 娃儿其实爷爷也是医生 而且对这病 也看出了点端倪 只是爷爷不敢相信 所以抱着脚戏的心里 让你来医院输液 我倒真的希望他只是过敏 可惜他不是啊 我你忍忍让爷爷试试 好好的爷爷 我点了点头 爷爷瞬间把糯米摁在了我的手臂上 然后捏住了我的手臂 慢慢揉搓 我疼得整个人都在打颤 嘴里却说着 没事 下一刻 我和爷爷都傻眼了 我见那糯米一颗颗的从手臂上掉落在地上 本来白白的糯米粒此刻全部发黑 而且啊 我的手臂上那些也全都发黑了 肉眼可见的事实 竟然还冒着丝丝的黑气 虽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可瞧着架势 我知道我他妈摊上大事了 虽然爷爷不说 但他全写在脸上了 他脸上皱纹 又一次皱成了疙瘩 玩儿 我们走 说完 爷爷一把抱起我 朝着医院外走去 爷爷 我这是怎么了 我看着爷爷问道 回车上再说 这病 医院是治不好的 爷爷抱着我 不由分说的 往医院外的临车而去 大爷 这是怎么了 医院也治不了吗 这是啥病啊 司机打开车门 让我们上去 关切的问道 先不说了 爷爷让我躺在座椅上 让我扒开全身的衣服 甚至连我的小奶奶 也不给扒开了 好在车上就我们三个男人 按照爷爷的说法 我全身没有一块好的 全身都是红紫色的水肿 爷爷无比您众的扫视着我的全身 大爷 您孙子这是怎么了 司机也吓了一跳 忍不住又问道 中了尸毒 这是全身都是尸斑的 爷爷您众无比的说道 天哪 怎么会这样 司机惊得脏大的嘴巴 我一听脑袋嗡嗡的作响 一片空白 我听爷爷说过 尸斑一般是出进尸体身上的 但是有时候人也会被感染到 一旦没有及时的治疗 被感染的人就会恶化 变成半人半事 也就是传说中的上尸 司机师傅 你去帮我买一袋糯米吧 说话的同时 爷爷掏出了钱 递给了司机 好的 还有需要其他的吧 司机倒也挺热心的 碰到是也蛮积极 再买一些黄纸和珠沙 这个在五金杂货店一般都有卖的 爷爷沉思片刻说道 好的 我很快回来 司机下车去买东西了 车上就留下了我和爷爷 我趴在椅子之上 三个座位相连的座椅 我歪着头看着焦虑不安的爷爷 我说道 爷爷你有什么办法 能治得了我吗 会有办法的 以前有人被抓伤过 但是伤口只是局部的 用糯米敷一敷 然后盖下排毒的中药吃一吃 就好了 但你这是大面积的 全身都是 有些棘手 我必须找到病源 也就是你犯病的源头 不 会不会是车里阴气太重 你抵抗力差才导致的 爷爷自言自语的说道 霍佑者是你从这三位道爷身上传染来的 说话的同时 爷爷看着三位道爷 三位道爷是干湿不佳 但干湿也是湿 也有可能染上湿毒 还有一个可能 便是昨日那具女尸骨 所传染的 我想这可能性更大 突然 爷爷一愣 很有把握的说道 我也吓了一跳 这鸭的 柳阳想害死我吗 我越想越怕 娘的 我好心帮她报警 还将她的尸骨 送回去埋了 甚至还给她安了墓碑 折押的居然要害我 难道昨日那个盗墓贼 也真的是她所杀 她杀完盗墓贼之后 下一个目标就是我吗 但是她的动机在哪里 我又怕又气 都说好人有好报 可她妈的我做好事了 为什么还这么倒霉 我四处脏妄 戒备着羊柳 这鸭的指不定就在附近呢 我没敢告诉爷爷 爷爷却见他的小药箱 里的小半袋糯米 全撒在车内的地上 铺成了薄薄的一层 娃儿 你趴到糯米上 让糯米给你吸收一点出来 好的爷爷 我紧忙从座椅上爬了起来 然后趴在地上 平趴在糯米上 呈大紫心 一趴下去 全身接触到了糯米的皮肤 全在发烫 我知道那是糯米在起效果了 我的粗声弥漫起了丝丝的黑烟 爷爷拿着笔 蘸着朱砂 在我的背上画着符露 我想着应该是符 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用 画了一会儿 爷爷停了下来 那是他那本全门无数 翻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无奈地收了起来 显然没有找到方法 爷爷 这三位不是留了一本毛山道志吗 你看看或许那有办法救我不一定了 我提醒道 哦对对对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爷爷恍然大悟 猛然从药箱里掏出那包 用油布包包着的毛山道志 寻找着方法 有了 爷爷欣喜若狂 还真被他找到了 他一把将我背上画的符露 全部插掉 因为那些好像没有用 擦干净之后 爷爷微微揍眉 而后将食指摇破 食指在指度上 我的背上开始画了起来 爷爷不要 这样会伤到您的 我怕 我吓了一跳 出言赫止 但是爷爷却按住了我 别乱动 就损失一些真阳眼 死不了的 爷爷身体好着呢 爷爷咬牙坚持道 书上说 最好用千年的归林雪 这样可以完全驱逐你身上的尸体 但是现在拿去弄龟林雪 只能用我的童子梅代替 村子里那只灵龟就好几百年了 但是要杀了他取血好残忍 宁愿我死 也不要去伤害他 爷爷有些难过的说道 傻瓜 哪里要杀他 只是在他的指度上轻轻的滑个口子 取一点血就够了 你看爷爷用自己的血 画这些福都死不了 何况那体积那么大的灵龟 爷爷脸色苍白的说道 那倒也是 我点了点头 说话间 爷爷就按毛伤道指上的方法 在我的背上画上符路 符路文寻成之际 我只感觉背上一阵阵的灼烧感 我知道那是符文开始起笑了 爷爷则是欢喜地看着我的背 虽然脸色有些苍白 但是却精神奕奕 大爷来了 东西买来了 司机扛着一袋东西上了车 打开米包 在我瓦儿身上铺满 爷爷坐在椅子上说道 可能是体力有点不支的原因 说话才那么苍白无力 哦哦好的 司机打开米袋 然后将糯米撒在了我的背上 从头到脚铺成了薄薄的椅成 整个人都给莫米给盖住了 肉眼可见 那些糯米正一颗颗的变黑 才短短的五分钟 司机铺上去的糯米全部变黑 爷爷拿着车上的扫把和奋斗 把发黑的糯米全部扫了起来 而后让司机重新在我身上铺一遍新的糯米 如此反复 直到一袋十公斤重的糯米全部用完了 最后一批糯米还没有发全黑 表示我身上的尸毒已经排得差不多了 爷爷才拿着衣服盖在我们身上 大爷你可真行 让我大开迎接呀 司机见我好了一些 兴奋的说道 对我爷爷甚是恭敬 爷爷急出笑容说道 我玩儿没事就好 可惜这只是治标不治本 我根本没有找到源头 刚才只是把他体内积压的湿器 逼了出来 如果找不到源头 只怕用不了几日 他便会再次犯病 跟今日一样 我他妈想死的心都有了 我今天就这么折腾 已经掉了半条命了去 不说我 就爷爷耗费了纳姆的血 给我画的俘虏 再多一次 我只怕爷爷都吃不消了 何况是几日就来一次 这他妈 我是造了什么孽呀 欢迎收听由有声的夏天 演播的毛山道士 第20章 当天下午 我们没有停留 虽然被这是折腾的半色 但是我们并没有要休息的意思 而且继续看着车子 往同安而去 爷爷与我都有些虚弱 只有司机的精神比较好而已 而从南安往同安的路线 要不经过全州走高速 要不就直接走国道 进南安的东田镇下去 但是后者比较近 但是路比较不好走 不是不平 都是平淡的水泥公路 只是山路 往往走 弯道很多 很多事故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司机选择了走国道 一是省前 二是省市 他觉得时间上都差不多 没必要去走高速 而且他山路也走着习惯 这山路对我们那个小村庄的石子路 可强得多呀 走了半个小时 刚刚快出东田镇 就要进入鹿岛市地界的时候 原本行驶的好好的林车 突然一个急沙 在路边的紧急停车道 停了下来 我和爷爷吓了一跳 猛然抓住了扶手 那三位道爷的遗体 由于急沙车所产生的惯性 都翻倒了 喂 你没事吧 爷爷连忙出声问道 师父啊 什么情况啊 我 我 我他妈好像撞到人了 司机惊慌思挫地说道 我看他虚汗都出来了 满头满脸 他断断续续地说道 大爷 您帮我下去看看吧 爷爷见司机都快吓死了 这要真的撞到了人 这司机就摊上大事了 司机被吓得六神无主 爷爷安慰道 应该是你的错觉 我们根本就没看到前方有人 您别太紧张了 我下去帮你看看就是 爷爷便下了车 小心翼翼地往车前走了过去 可是到了车子前面 却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人 他不放心便蹲了下去 在车底扫了一眼 也没有发生任何异常 他站了起来 正准备向司机开口 突然司机一叫油 油门一家 临车呼啸地朝着爷爷撞了过去 爷爷 我大声地喊叫着 而后不顾了一切 朝了司机奔跑而去 猛然抢过他的翻向盘 翻向盘一打 砰的一声 车子转到了公路内侧的岩壁上 司机的头撞向了方向盘 而我也撞向了车窗玻璃 那车窗玻璃很硬 我的头却嗡嗡作响 一压的 我的脑袋肯定炸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疼痛才减轻了些 头脑里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忽然想起了爷爷 猛然葬了起来 眼前很黑 整个人很晕 貌似低血糖 蹲太久的缘故 站都站不稳 猛然扶住扶手 刚才车子突然撞向爷爷 爷爷反应迅速连连后退 我抢过司机的方向盘 使他临车撞向了岩壁 应该没撞到爷爷才对 可是爷爷人呢 但我眼前不黑了 我才发现 司机正凶神恶发的看着我 目露凶光的瞪着我 他额头被方向盘割破了 正在流血 他一步步的朝着我 走了过来 你是谁 我吓死了 连连后退 这司机肯定被鬼附身了 压得 这人也就拽 出一趟门竟被鬼附身了两次 应该是他身上的阴气重 适合鬼附身吧 柳阳 我大声喝舌道 司机顿时停住了脚步 司机瞪着我开口了 一开口把我吓了一跳 一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因为是个女人的神 柳阳 对了 那个墓碑上刻着的就是柳阳 那个贱人现在在哪 你不是柳阳 我惊讶地看着司机 我怎么可能是那个贱人 司机猛然一转头 猛然又转了回来 突然变了一张脸 我吓了一跳 这他妈才是鬼的真容 老太隆中的老太婆 脸上的皱色走成了疙瘩状 他真灵地说道 告诉我哪个小贱人现在在哪 我不知道 如果你跟他有仇的话 你就去找他好了 我们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也不要伤害我们了 我两脚发软 本来中了尸毒 大病未愈 此刻又被遗下 浑身都在哆嗦 骗谁呢 你以为我老人家好骗是吗 你们跟他没关系 会帮他把尸骨埋在我的墓穴去 老太太真灵地问道 你的墓穴 我也吓了一跳 头皮震震发麻 那不是柳阳的坟墓吗 他说那是他的坟墓 让我们把尸骨给重新埋了回去 放屁 他只是一堆 保留在荒野的荒谷 就在我坟地的边上不远处 他惦记我的墓穴好久了 昨日我的儿孙们正在祭祀我的时候 帮我捡骨 放进了村里的食堂里 小贱人就被你们把骨头放进了我的墓里 攒了我的老仇 那可是我青龙出水的风水宝剔呀 老太太情绪激动地说道 攒了我的老巢之后 她还刻上悲鸣 这是赤裸裸的挑戏 老太太绿青色的脸突然一转 恶狠狠地盯着我 那墓碑是尼克的吧 我我 是 我干脆承认了 我们在那个附近没有找到墓碑 柳阳说她没有墓碑 所以我就给她刻了一块小石头而已嘛 你们当然找不到墓碑 因为我的墓碑被抬回了祠堂里 你们怎么可能找到的 老太太继续气愤地说道 我便是寻找那个小墓碑上的人气 跟踪到你们到这的 老奶奶 你糊涂了吧 我都不知道是啥情况你就来找我们 我服软地说道 那柳阳明明是被人挖了尸骨 要给去结明婚的 然后找我们帮她报警 警察才能得到尸骨送回去埋了起来 为什么我所知道的 跟您说的完全不一样啊 看马肯定是那个柳阳那个小贱人似的手段 我老太就一天没在 他就给我搞出了这么多事 至于昨天我弄死那中年男人 他早已经被柳阳给强奸吸取了精气 他的所有行为都是按照柳阳的指板办的 老太太继续说道 我的眼珠子竟然差点掉了下来 妹的竟然是柳阳自刀自演的 那个中年人竟然是眼睛的老太说杀的 你杀了那个盗墓贼 她是帮凶 我当然要杀了她 你们也是帮凶 我自然也要杀了你们 说话的同时 老太太准备朝我扑了上来 她用无比阴酸的目光 让她毛骨悚然的声音 说着我 对我说道 只要你告诉我她在哪儿 我就放了你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他妈快吓哭了 我大声的问道 早上的射毒 是不是你给我吓的 嗯 菠萨 你倒是挺聪明的 你爷爷也有些本事 但此刻 进了老身不治的鬼打墙里 是怕他一时帮回是出不来了 没人能救得了你 老太太 面带真灵的笑容 朝着我扑了过来 深深爪子一探 就探住了我的脖子 就跟那小鸡脖子似的 我感觉无尽的窒息感 眼睛直翻白 两脚已经离地了 我感觉到了 我很想喊爷爷 救我 可是无论如何 都喊不出来 老太太 借由了司机的身躯 司机 五大三粗 你我的初中生 就跟喝水似的 突然 我感觉后背很烫 一阵阵的灼烧感 我已经没了呼吸 我感觉我的心脏 已经停止的跳动 没了身影 我整个人 已经没有任何一丝丝的力气 我的手脚都拉拢着 脑袋也催了下来 我被这死该死的老鬼 弄死了吗 只是 我的思维 为什么还能思考 难道我也变成鬼了 什么鬼东西 突然我听到老太太 惊慌失措的喊道 啊 你是什么人 啊 老太太 惊慌失措的声音 彻底 响彻了整个林车 我只感觉我后背 爬出了个东西 好像是大老鼠 或者是猫一样的东西 他 他 正从我的后颈 慢慢的往我头上爬 因为 我的脑袋是拉拢着的 所以 我根本没看到他 但是 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因为我的感官还在 我能感受他的触摸 感受到他抓着我的头发 一点点的爬到我的头 不 不 不要过来 不要 老太太 继续惊慌失措的哀嚎着 他 已经是鬼了 但是 好像是见了鬼一样的 但我 感觉那东西 突然从我头上一跳 朝着老太太 扶了过去 然后 老太太的手一松 扑通一声 我和司机两个人摔到的地上 之后 我们就昏死了过去